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一個初相程下來談 用協作而已 那本來 本來有一群知識分子 要開設一個體制外的大學 叫做國際大學 那我就為這個國際大學 設計了一個協作課的方法 大概十二個禮拜的課程 而且就要把這個十二個禮拜的課程 在三個小時先上完 再用快轉的方式 先說明一下這個課程的話 是會已經要寫畢業論文的人設計 不管是碩士班還是國書班 同樣的適用 但以後你要再寫別的論文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原則 應該還是可以用得上的 所以那原則上的話 我就會按照我大概上這個課程的方式 用最快的速度 把一些技能的原則講完 大致上的話 這十二週的課程 可以拼成四個小時 大家可以必須看到分結線 前面三個禮拜 還有兩個禮拜 然後這三個禮拜 最後的四個禮拜 因為其中牽涉到一些 什麼比較機械性的動作 所以最後面四個禮拜 起進去的東西 可能就時間少花一點 那第一個要談的當然要談什麼是學生論文 過去我在看城鄉所的論文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這個小小的不買的地方 謝謝 其實在這邊 剛剛放在哪 就做 就做前臺 然後下後 然後 不用往後面及啦 請不下 就做前臺 我就 我在城鄉所的話 有一類型的論文題我不處理的 就是比較 empirical 的那種 什麼設計啊 什麼樣做某種問卷調查之類的 這種比較實證研究室的學術論文 不太處理 沒有這種味道的大陸場 實證研究室的學術論文 像我們一般在以多多所看到的論文 說實在的也談不上好像有什麼樣的學術技巧 大概照著那個公式 把你所有的研究的成果呈現出來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要談的是一種比較特殊的 在我們人文領域裡面比較多用的論文寫作方式 那城鄉所有很多的論文 其實是通稱為意識形態研究 就是對於空間的一些文化念作啊 或者它的文化形象加以研究 這方面的話 其實那種正月的論文很多 所以我就用人文領域裡面寫作方式 來幫助你們通過的這一段 因為對你們來講 人文領域寫作是實證寫作 是工程的理論的研究 所以寫作怎麼寫作那個很重要的問題 學術論文大家一定要認清楚 它事實上是在文文文化裡面 擁有一個特殊位置的寫作 它不像是我們寫在報上隨便寫作文文章來講 尤其是像這種學衛的論文的話 事實上你要證明你已經有能力 能夠在一些特權人士的群人群當中走動 所以作為學術論文 特別是學衛論文來說 你第一個要證明的就是 我屬於這一個私人俱樂部 那你怎麼證明你屬於呢 怎麼樣加入這個學術社群呢 人家講說加入學術社群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交會費啦 或者登記一下名字 而事實上最重要的 加入學術社群的方式 是說你寫出一篇論文來 是在這個領域之內被人尊重 而且認為說對對對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人寫出這樣東西來 他學術社群 所以學術論文的寫作的話 你要證明你屬於這樣一個私人俱樂部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證明你知道這個私人俱樂部 是什麼性質的 也就是說在寫作的過程當中 要呈現出來你對這個學術領域裡面的掌握 這個掌握不單單是說相關的資料你曾經讀過 而且在寫作的過程當中呈現出來你讀過 同時還要呈現出來 你不是只是一張白紙 讓這一些偉大的作品在你心理上留下一些痕跡而已 相反的你要呈現出來你對於學術理論 學術領域裡面這些理論的說法都有掌握 掌握到一個地步你還可以對他進行評判 你可以顯示出來他的曲線性 你可以延伸他可能有的含義 所以作為學術論文的寫作的話 必須要對這個學術領域裡面可能相關的資料 做某種程度的消化和呈現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還要認識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學術學術論文的寫作是在既有的權力關係當中 謀求生存的謀況 換句話說在既有的學術領域裡面 經建立的某種權力關係要對你尊重 也就是說你不能寫一些散傳給他 你至少要尊重你這個領域之內的某一些學術規範 你可以對這些學術規範稍作修正或挑戰 但是這種修正和挑戰必須要是站得住腳的修正和挑戰 也就是說你也提出另外一套東西 而且這套東西讓別人看你都覺得說 哇真好是有能力 除非是這樣子活著的話 你的如果是只是說我不願意玩學術的遊戲 所以我就故意把我的論文裡面那個輸入 就是不按英文字母排 或者我不按那個姓氏的筆劃排 或者我隨便我高興寫進去寫進去 我不高興寫進去不寫進去 這一種遊戲的話都不能玩 因為不管怎麼說學位論文的考試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權力關卡 所以在寫作學術論文學位論文的時候 必須要認清楚你處在一個權力關係的弱勢當中 稍稍要低頭一下下 要尊重一下在這個領域裡面 已經建立起了某種常規 要挑戰還有真本事 在你的寫作當中來呈現很可能的挑戰遊戲 如果你意識到了學術和學位論文 是在既有的學圈裡面進行某種權力 抗爭的活動 你也認清楚了 你要在這個學術的領域裡面 展現你對所有的這個資料的掌握 那麼寫論文就變成一件 非常重要的個人思考的過程 我在神像中也看到過很多論文有很大的缺陷 這個缺陷 如果照我前面所講的這兩個條件來講 是很明確的看得出來 這個缺陷就是通常會有第一張就是很研究之設計 這個設計的話其實是隨便講講一個大章而已 他第二張叫做文獻探討 這一張的話通常是我最痛恨不願意的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的文獻的整理 往往看不出來顯露的這個學生生的聲音在哪裡 也就是說我看完那個文獻 這個文獻檢討很可能是房間裡面的任何一個人寫的 因為在這裡面既沒有對這個文獻有一些個人的觀點的呈現 也沒有對這個文獻加以某種批判來運用 而且寫完了第二張的文獻檢討以後 在後面三四五六七八張再有個件文獻的足跡 這是在神像中常常看到的一種論文的形式 好像就是第二張的文獻的研討 他就是最後這個我們把我讀過的書裡面 通通這個summarize 一下吧 總結一下 然後丟在那裡這一張看起來有好多名字 有好多頁數 有好多不同的觀點 講完了就算了這張就結束了 然後後面呢就是本年的創作 就開始說對於某某什麼空間的一種分析啦 對他的意識形態內容或仇余啦 這一種作法其實建立在一個很基本的假設上 我要去問一個假設有好幾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就是說文獻的重要性在於 它是一個法學而已 而我們在這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就是把那個方法學套到我要研究的那個東西上面 所以我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啊 就像高頂師傅一樣拿一個模子 然後抓一坨面然後給它按一下 然後出來這邊用文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假設就是 到底是不是有一個東西它是一個方法學 可以給我們套到一個東西上面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完全不經過你的消化 完全不經過你的處理 這是一個很大的假設 那還有另外一些人的做法是 他認為文獻大概就是我對於現有領域裡面 各家說法的客觀呈現 所以我就講講我第二人說什麼呀 Bus說什麼呀 什麼蒙古人說一說說一說完了 就表示我文獻看完了 那下面給我自己去做文 這裡面的話 文獻裡面呈現不出來你的思考 也呈現不出來你做了什麼樣的功夫 你跟文獻之間有無緊張關係 你所Sight的七八個不同的理論家之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緊張關係 通通沒有被你處理 再說到底你對文獻的處理 用高頂模子扣到了你後面的分析上面以後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到底你前面的文獻的整理 跟你後面所做的意識形態分析之間 有沒有真正有什麼樣有機的關聯 有很多時候我看不出來 當我讀完整個論文以後 會發覺那個第二章 好像很獨立的存在在整個論文裡面 完全沒有那個特殊的意義 反而大家就說好像證明一下說 我曾經翻過這些書 我曾經抄了幾個具體的文件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我希望今天講完這個以後啊 以後再出來的論文 第二章跟其他章節之間 不同的一種有機的滲透 也就是說第二章的人還常常會 因爲不散 在後面的章節出來 以便你的分析可以對這個文獻的原作者 做某一程度的調整 或者挑戰 或者修正 或者印證 不管是什麼樣的關係 時時刻刻想到 你在跟其他東西發生關聯 這一點上面的話 也是學術論文的另外一件事情 這就是我在這個 What is a research paper 那前面我已經講的是 Academic practice 就是 certification 它是一個學術的實踐 來證明你夠不得 那第二部 第二個部分就是 past finding 在你的學術領域裡面 已經有很多人 對於空間的研究 對於空間的詮釋 對於空間的意識形態 提出很多不同的理論 提出不同的說法來 如果你只是像高筆師 又套一個模子的話 就這樣 你大概就被certify 做一個陰母而已 你進行沒有什麼樣特殊的建立 可是事實上 我們都期望 碩士班 博士班的學生 能夠在自己所做的這個發展裡面 顯示出 我跟某某大家常談到的一件題目 是有某一種張力 某種關聯 某種修正 就在這裡的話 你在學術的版圖之上 就要先為自己定位 換句話說 第二張真正的意義在於 當我把所有的這些 理論家的東西擺出來了以後 我 總要在這張圖上面有個位置 我相距與否就有多元 我相對於Buzz來講有什麼差異 你自己要能夠掌握得住 如果你不能夠呈現出來 你掌握得住的話 不就要你還是那支音樂而已 所以所謂的pass finding 事實上就是在你的論文裡面 你不斷的跟現有的一些理論資源做對話 當你在觀察某一個空間的特殊意義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聯想到另外一個人 對於這樣的一個空間的說法 而你的說法跟他之間有何差異 所以事實上整個寫學術論文的過程當中 是一個定位過程 你總是在告訴別人說 欸 記得喔 我還在這個學術圈裡面 而且我跟每個人保持某種關係 在這一點上面我跟他是合作關係 在那一點上面我跟另外一個人有何種張力 我覺得他的東西需要修正 他忽略到了什麼什麼什麼 只有在這樣一個定位的過程當中 你才可以向這個學術群裡面能展示說 我對長的材料是有掌握的 我甚至可以說得出來我跟誰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 Cast-finding 對於我們這種新出道的 當要的這個從竹子裡面拿出來的 碩士博士們很重要 重要就是在於說 如果你只是一個高領師傅的話 儘量你也只是把別人用心套一條而已 你不會有一家之年 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加入學術社群 證明說你有這個能耐的話 你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眾多的紛擾聲音當中 唱出一個高領的音符 顯示出來我有一些跟別人不一樣的辦法 我對他們的東西認識得很清楚 而且在中間撒出一條道路來 告訴別人說我有一條不同的道路 這個道路是對原有的理論 做某一種程度修正的 而不是只是應徵 只是套用以下而已 在這裡我們要認清楚 學術論文的學衛論文 它本身一種又汗嚴有權威 做某一種妥協 在數學的形式上 或者論文的這個形式上 可是又對原有的理論資源 做某種抗拒 並顯示出來我對於這個資料有掌握 我對於這個資料是有批判的 所以它事實上跟現有的 學術領域裡面的權力 權威理論和問題的架構 進行的是一個蠻辯證的抗爭過程 它在某些方面可以小協 在另外一方面 它就要非常清楚的 把數字子提到來 只有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 你才可能在學術的社群裡面 謀得歷史之利 你前面的話 這部分只是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一個學術學衛論文 它有一些什麼特殊的權力運作 它事實上是一個權力運作 是有效的成品 而你越早認識到這樣一個權力運作 對你自己寫作的過程當中 就越有那種方向感 越有那種 處處要害現有的理論 加一個教育 加一個傾向 這個做法的話 英文裡叫做engage 就是你要跟對方正式交手 你不能只是說 我把你跟理論家公講完了 然後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兩頭完全不搭槍 你要engage existing theories 已經存在了理論資源 你要去挑戰它 要去想辦法拉出來那個線 拉出什麼線 我們到校園 幾周的時候講 不要亂問什麼再來看 好 因為這是濃縮性的 所以我就爬爬爬爬過去了 第二個選擇題目 選擇題目對很多人來講 第一大的困難 因為他覺得說 我好像選了這個題目 都不知道能不能做 我現在只因為大家要選題目 可能都不同性質 我只是講一些大言 告訴你 先告訴你說哪一題目不能做 第一個不能做的 就是別人已經做過 你也做不但太好的那種題目 有很多人說 我還沒有做研究 所以我不知道領域裡面 已經做過什麼東西 然後當他決定的題目 跑到領域裡面去開始找的時候 突然發覺好多人已經做過了 很多人已經處理過相對是 而且有些大師們搞夏大師 你寫過 你要搞一個人做 你要搞一個研究什麼KTD 台灣某一個特殊的 物件現象的時候 你會發覺大師已經寫過 而且寫得很好 然後你越讀就越新交 因為你要講的都不要講完了 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只有說 你不信 你趕快換一個題目 或者你如果膽子過大黃 挑夏大師的毛病 而在女的論文裡面 自成一家之間 這個的話 當然就要看有沒有那個款式 但是通常我會鼓勵大家 不要那麼累 我天下的在人家很多 我還要繼續再講 已經被人做過的題目 你自己在要再做的時候 總是要給人家加倍的力量 因為你不能再從老路子 你總要開出一些內心的東西來 這個是比較難做 我還有今天我想講的 講這一部分 還有一些很多那種 省事的方法 偷懶的方法 我一向認為教育不是教導你們做正人圈子 教育裡面也要包含我們怎麼樣 如果走捷徑 你跑到前面去 然後再做點別的事情 不是叫你們走捷徑來偷懶 不是走捷徑跑到前面去 再做點別的開地區 是新的將來 所以別人已經做過的題目的話 你最好趕快想辦法再找別人 你看我怎麼知道別人做過沒有呢 那這話 你不是要證明你對這個學術領域很清楚嗎 對 就平常在研究都做得比較廣泛一點 知道別人已經做過什麼樣的經驗 第二個 還有一種論文是比較難做的 這個難做的就是說 是找不到資料的題目 想有一些人啊 會想到要做一個空間上的東西 然後他發覺 根本就沒有相關的資料調查 那這裡面的話就完全要靠自己生產 然後沒有任何的這個理論的基礎被使用 這是另外一個危險 我不知道你在塵湘所會這樣危險 其他有一些人裡面 比方是有人想說 我要做一下 台灣的食人組 出去進去找的時候 雖然你覺得題目也有趣 他覺得沒有任何的相關資料可以找 所以你在學術的過程當中 不要忘記你是要玩一個學術領域 就是說你跟學術領域之類的東西要搭線 如果你找的那個東西 跟學術領域已經存在的東西 什麼線都搭不上 你沒有資源可以集取的話 這也是一個蠻危險的論文 你這個論文就變成了你的某種宣言 完全沒有跟其他公司搭線 可不可以搭線 我現在到Rervis還要繼續再講 那個線是被建構出來的 Anyway 所以在你找尋你的題目的時候 在思考你的題目的時候 到底什麼東西 怎麼樣來坐落你那個題目的話 就看下面有幾樣東西可以看 比方說 你現有已經存在的研究 你的研究跟他們的研究之間 是什麼樣的關聯 到底你們中間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張力 你是不是覺得你這個空間的研究 會對對方的理論形成某種攪擾 或者質疑到他是否完整 另外的話 你還可以跟現有的一些理論架構 來做某種聯繫 我一直記得 我在那個台灣社會研究 今天他曾經寫過一篇 台灣的麥當勞畫 就是談麥當勞的問題 但我原先寫作的時候 就是對於麥當勞在台灣的一個文化形象 或者他的這個群聚的這個操作 來加以分析 但是如果你只是這樣子的話 顯不出來你跟已經存在一些理論情官員 所以事實上你就要回頭去想說 我這樣一個說法 會不會直接挑戰到一些寄存的 非常根本 大家都以你為當然的理論架構 那當時的話 我回頭去想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做這樣一個 好像蠻具體的對於空間的分析 到底能夠跟哪一個人的東西搭上線 而對那樣子的一個理論是一種補充 那當時的話 我回頭去想說 我找到一些馬克思對於資本的支持的說法 因為麥當勞是這個 跨國資本從美國一直到台灣 在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有很多東西是在原來 馬克思的理論當中沒有被處理到的 就是這個外來文化在本地文化的 種種轉化 他自我要轉化 他也要轉化本地文化 那這部分細部的東西 其實馬克思本人的著作當中寫的 並不是那麼樣的多 那麼或許當我把我的論文 坐落在馬克思主義這個傳統裡面的時候 他有了更高一層的理論 關於華說 如果我今天對於陽明山的地點 做一個分析 那我分析完了以後就分析完了 這一種寫奏的方法就不如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是在這個地點分析的過程當中 我能不能看到他跟一個更大的理論架構之間 有可能的關聯 也就是說 我不單單是一個對陽明山地底的分析 我也是對一個帝國主義符號 空間符號的分析 或者說我對於這個中國的某一種 對於風水的觀念 和日本的某種軍國主義的柔和 這種文化狀況之下 陽明山地底的真正點 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每一次所做的一個小小的 本地的個案分析 都可能有非常深刻的理論上的含義 它有一些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看你要怎麼樣把你的東西 跟一個更大的方向連在一起 今天我可以來談性教育 我談這些性教育相關的東西 但是當我把這個文章的頭 連上佛洛伊德的某一種心理分析的時候 我的文章不單單是教育領域裡面 談性教育 我還可以移植到心理空隙領域裡面 去談佛洛伊德的理論 這意思就是說 我一個no-code research 事實上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正當的力量 去搖喊其他領域的東西 來太收藏了 太收藏了太快了 不管今天對於亞太營運中心 在報紙上的一些文章 提出什麼樣的論點來講 他不單單可以去談亞太營運中心 這篇文章還可以被用來去引證 證明另外一個理論 比方說有關於兩個政治實體對談模式 或者說政客對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逃離領務上面的一些僵化的措施 這個說法的意思其實是說 我們常常在想一個理論 大概就被我們額外到一個case上面去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想到的是說 事實上被一種case倒回到不同的理論上面去 原來都是想不去 我們一般來思考的總是單向說 我今天有一個心理分析 或者我有一個結構 或者我有某種符號學 然後我就把符號學扣到一個座點上去 我們只有想到這種單向的運動 可是我剛剛講的方式是說在寫作當中 你可以從local的case 回應到一個一個架構上去 以便讓你這樣一個小case 可以有一個比較深刻的可能的理論的含義 或者理論的填戰 我沒講成心理東西 我真的沒講成心理東西 我現在講的這一套已經在前面講過了 就是你跟主理論之間的關係 只不過我現在換用了另外一個方式來提 就是從所謂的那個case 回溯到一個原來人的photology上去 而我扣心理分析 或者扣解構 或者扣結構學 結構主義 或者扣符號學 就會扣出我這個文章的不同色彩來 好 現在你聽懂了 好 現在你聽懂了 OK 意思就是說 這裡第二點我們講說 in relation to theoretical framework 你跟什麼樣的事情呢 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話語來講 我們常常在講說 我要寫面文章啊 勸人家戒因 那戒因這樣一個說法 其實可以扣接到好多事情 這樣一講 戒因可以扣接到國民生活健康 戒因可以扣到環保 戒因現在還可以扣到信念歧視 當你把這個文章 扣接到一個另外一個issue 或者另外一個theoretical framework 所有的文章 突然有了另外一層意義 他不單單只是一個要求 人家戒因的東西 他對於民族之存亡 對於兩性之平等 對於什麼什麼都有很深刻的意義 這裡面就要靠你自己的思考工夫 來讓你一個看起來好像很local 很小的一個case 展現出來他有可能跟一些比較大的東西 連結在一起 而在這個寫作的過程當中呈現出這種連結 所以事實上要靠你自己的這個思考概念化的這個過程 我已經講了這三方面 就是W2這三方面 就是一方面是跟寄存的這個研究 一方面是跟理論的架構 還有一方面是跟目前很熱門的issue 很熱門的一些polimic 這一種事情的話 當然第一 我這樣回頭來講這三個 如果說你能夠注意到你的題目 跟other research有什麼關係 你就已經先證明了你懂 其他的research的存在 你知道你跟他們之間關係 如果你能夠指得出來 你所做的這個東西 跟其他的理論架構有什麼關係 你在這個寫作的過程當中證明了 你有理論的高度 你看得出來 你跟他直接有某種緊張關係 如果你還指得出來 他跟現在current 現在私科的一些議題 一些爭議相關的話 就更顯示出來 你對於 你不但是對於理論知道 你還知道現行 這是文化裡面的一些 很熱門的提供 這樣的話 你的論文不單單是一篇學位 學術論文 它還是一條八爪的張牌 畫在好幾個領域裡面 讓別人覺得這篇文章 真的是一時前進 真是一直丟下去 一件十條大文化來看 水花 比方說啊 像中外文學 2月1號的上面 我先前登了一篇文章 陳昭英寫給台灣本土化運動 那這個的話 如果我只把他寫成一篇 歷史學的考證 他就是一篇歷史學的考證 就只有因為其實歷史學的貓 也不會 但是如果我在這個裡面寫的東西 其實包含了對於現在台灣本土化運動 或者甚至政治上的本土化的運動 有含義的話 如果在這裡也有那一層意義的話 你會發覺這篇文章就會特別得到 他有一個名字的助理 讓他覺得說 誒 這裡面好像有一些意義 是我們還沒寫到 這裡面有個含義 或者說 當你這個人寫這篇文章 不知道你沒有在指桑罵出來 噴指著我們的運動 當你寫作論文的方式 使別人看到 覺得你的這個論文所處理的東西 似乎有很深刻的含義 可以影響到另外幾個領域操作的時候 你的文章就真正的被看中了 也因為這樣子你的論文 不單單是讓你進入一個學術領域 你可以進入好幾個領域 好幾個不同的社會的套餘 但這個講起來作弊 人們都覺得說 啊你做夢了 我只要畢業就好了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當然你也不會這麼困難 當然我的做法通常是取法會上 我講得也好 但你如果到最後就得不下的話 所以我年年長長過關 那也行 不過這其中只有一些外胎會受到刺激 所以我不要 我要得忠 那也是多做一點點 好 你的題目在決定的時候 多去想一想這種可能在理論上的擴散效能 它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印象 好 第三個 這次非常非常重要讓我們一個題目 就是到底我做的這個題目跟什麼是相關聯的 相關聯 我們從前總認為說這個事情出來了以後 我們要找個專家來問他很自然的就一定是某一種專家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遇到的是一個性騷擾的問題 那我們趕快就去找一個跟性騷擾相關的專家 如果沒有性騷擾的專家 至少要跟一些暴律啊 警察啦 或者是心理啦 或者是社會啦 不過好幾個我們看起來是自然就相關的理由 自然就相關的話題 那我現在想要講的就是relevance 就是天然產生 relevance是被你的論述去進化出來的關係 你不去說他不是自然的關係 你說就是看起來表面上沒關係的東西 都會被你說出關係來 所以relevance這個東西 你看起來好像沒有關係或者有關係 都需要在論述層面上被明確的指出來 他的相關性 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常常在寫一個論文的過程當中 我們覺得說我大概要做意識形態分析 那我就一定是挑選了納詞的最佳強 比方說bus啊或者異構政啊 或者那幾個跟意識形態的相關的理論家 我大概就選擇這一群就好了吧 那其他人大概就跟我不關了吧 可是事實上我們也知道有的時候 我們有事沒事閒得很 去讀那些亂書 看起來跟我要做的他這無關的書 他走完了 我們老闆走了 我們就可以講那個偷窗的方式 這個偷窗的方式 很多時候 我看起來跟惟禹與相關是這一些書 可是呢我前兩年心血來潮 我還讀了另外一些書 那我可不可以把另外的這些書 都放到這裡面去 增加我後面輸入的長度呢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你這些看起來不相關的資料 都要被你創造出相關性來 你得要寫出他和他之間的關聯 你把這個關聯建立得起來 我就說塞進去 因為他不再是一個隨便亂塞的東西 而是已經被你用論述建構出來 某種有機性的關聯 所以看起來好像不相關的東西 事實上可以透過你這個論述 去讓他在你的這個語言當中出來一些 這個姑且稱其為小資的思考習慣 小資的階級知識分子 小資的思想習慣就是 你也知道嘛 有一些人 他就有事沒事獨立接書啊 什麼混和拉啊 理財啊 但是他跟你聊天的時候 雖然我們在講一些這個不相關的什麼事情 他突然會冒出來一句說 混的拉說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旁邊有一些非常不知的人 人物就會覺得好偉大 他整個都不過 其實他可能只住翻到一頁 只被替去 這個不能講太白對不對 我就可以暗示一下就是說 即使是你在書裡面翻到的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你會被你建構起來 放在你的文章裡面使用完 會不會很有意思啊 當然你不要做那種 就是豐滿的互相值的 這樣丟一句出來 然後讓你周圍的人黃笑語 我剛才講relement必須要被constructed by discourse 你一定要論出去的連差 你不能夠就這樣直接把他丟出來 而你絕對不會這樣做 你這樣做的話 人家會說 看不出來什麼觀念嗎 當你的主子 読到這一句說 為什麼會有這句話 看不出來什麼觀念 你知道你也寫個示範 你沒有把那種觀念給建立起來 所以即使是在你的空間論述當中 如果你要扣著其部的啦 或者扣著什麼什麼看不見的City等等 Cardino之類的話 也要選得恰當 而且能擺在一個合適的所在 而且能夠標示出來 很意義在哪裡 我其實也有注意到說 這一兩年來 實際上所寫的這個論文當中 開始有比較文學性的展現了 就說他從前的話 是比較生物科學性的寫法 那現在的話會有一些 情緒性的字眼出來 我比較清楚是因為 我看許多瑞的這個 星光官場那一段的時候 好像在看那個連續劇的腳本 很多的那個情緒性的東西 還有一個人做什麼 他還幫你一個網告的 就是這樣 他沒有來啊 沒有寫到這一張 他在寫這個 他要做的那個 project 的那個簡介的時候 也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情緒性的字眼來寫 我不反對強烈情緒性的字眼 但是他必須要有理由 就是 就是 他是在這個 他寫作的脈絡之內 是需要的 而不是突然冒出來的 因為第一次像 許多瑞在寫那個 是金光官場的時候 就是前面一張 都是很嚴肅的這種理論文 然後突然這邊想說 哈 又官場了 有一句話就跑出來 他這個就覺得說 我剛剛還在看那個 但是下一個 你以後就在這行 你再看連續劇 這個哈 是 stylistic 的問題 寫作風格上 沒有達到一個 每一種的 有機性的那個滲透 或者一致性 你在寫作上面 最好是不要有 這麼多疑惑的東西 任何一個徒步的異句話 或者一個徒步的風格上轉變 都會引起你的讀者注意 而你的讀者突然注意到 某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有些危險的行為 讀者的閱讀過程 最好是像一個 有機面問題的企者一樣 很平順的 但是如果說 你那個企業會 在這個閱讀的過程當中 一些閱讀者就會非常不滿 因為他讀得很不爽 他不爽的話 因為爽就加到你身上去 就是你寫的問題 你自己在這方面的話 一直做某種平順的工作 來幫助你的讀者 讀得很順 讀得很爽 讀得很爽 換句話說 老夏常常告訴你 比如說 你不行 你用那個什麼 每一段的第一句 你能做不到 因為他沒控制全部 他只要做 對不對 常常這樣也很好 這個並不是說 是一個壞習慣 你每一個段的開頭的時候 有這麼一句話 來帶給我們 繼續跟隨你的思路 對不對 任何一個寫作者 要負了一些責任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看 他本來就帶來詳細盤 知道的東西 但是Relevance的建立 真的是要靠你在寫作他下功夫 只能下半幾分 就一直期待去講 這個東西 OK 我要跳到第四例 開始做研究以後 當然就要去開始讀書 開始去查資料 那讀書查資料 是一種閱讀的過程 而這個閱讀 在學術論文 學位論文的層次上的時候 已經必須要達到批判性的閱讀 批判性的閱讀 批判性的閱讀 我在下面解釋的時候 有說 A hawk's eye view of material Hawk 是腦音 他飛得很高 可以看到全局 所以我們每一次讀文章的時候 不能像從前想的時候 輸出的時候 所以Hawk's eye view 我們這種全面的觀看 一個閱讀材料的習慣 是我在教育當中 沒有教我們 因為我們教育其實教導我們的 也不是叫我們看樹林 也不是叫我們看樹 甚至連鎖皮都沒有看到 我們只看到樹皮上的一隻小蟲 所以我們在閱讀的過程當中 小的時候 課本拿起來以後 絕對不是說把全面圖本 圖完以後 他會說 這可能這樣再說什麼 沒有 總是在裡面找 優美的劇圖畫起來 老師會考的單字 詞畫起來 而我們每一個人記的時候 就記得這些小小的破碎片段 因為考試也只考那個小小的破碎片段 而且考試的時候 你還把小小的破碎片段 原本的照搬上去 這樣一個閱讀的訓練過程 事實上讓我們記得很多破碎的東西 但是沒有養成一個非常有高度的 組織性的思考習慣 也就是說讀完一天文章以後 我不是記得他講了一句什麼話 或者用了一個什麼詞 而是記得說 哈 所以我看出來了 他在這篇文章裡面又抬圖傾向 然後呢 你要說得出來這篇文章的哪幾個部分 看出來的抬圖傾向 他有些什麼東西露出來的 他的這個思想的脈絡 這個是一個閱讀的方式 當然我不是說這樣 你去讀文章 就在找個破碎片段的抬圖喔 你說你總有在閱讀過程當中 要找誰的東西 換句話說 閱讀不是一張白紙 我腦筋裡一點假設都沒有 然後我就去把書打開 請望書上的字句或光照你 不是 你如果真的要達到批判式的閱讀的話 你要有主動帶著一些問題進去 你要有某一些預設 某一些假設 然後我把書打開的時候 就是印證我的假設 或推翻我的假設 或修正我的假設 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我也是engaged的text 不管我讀的是哪個文本 我都要跟他正面的交通 我都要去理解說 他到底在說些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跟我原本有的假設 有什麼樣的關聯嗎 是不是挑戰到 我原來想過的這些東西 這種閱讀的過程 是又進又出的過程 進是說進去 直接閱讀他來讀什麼 但是我讀到某一個段落以後 我要出來 然後去用一個比較有距離的方式 看說他到底說了什麼 他說的東西之間有什麼邏輯的關聯 而不是只是去進他想一些單獨的語訊 這種批判性的閱讀 由於你本身進去的時候 已經帶有了一些假設 而且你是全然的感覺得到你的假設 你知道你怎麼能夠假設 所以在閱讀的過程當中 是跟對方的理論的這個立場 做某種交戰的 就對方在他的這個文章裡面 寫出來一些東西 可能挑戰到你沒有的一些東西 而且原有的東西 是你已經自己先行事過 在這個閱讀過程當中被勾起來 然後讓你讀得很多安全 很不愉快的一些東西 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去協調 去跟對方抗爭 去跟對方磨 磨出來一個很可能對於本文的理解 這部分講的是有時候比較抽象 因為我們事實上應該做的事情 是很具體的拿一篇文章 然後你每一個人都讀過這篇文章 然後你每一個人都對這個文章 寫一個summit 你覺得這篇文章寫什麼 我可以打保票 你也跟一些人都不一樣 我們可以把這個閱讀以後的這個summary 通緩在一起 然後來談 為什麼你讀這篇文章的時候 會注意這些語句 會注意這個立場 會挑出這個毛病來問 而另外的你卻不做這樣的事情 你都挑出另外一些東西 你注意到另外一些重點 為什麼 然後從這個閱讀的過程當中去回頭去看 到底你有什麼假設 你有什麼假設 以至於你們所關懷的東西都一樣 在這樣子的一個思念的過程當中 其實閱讀 不是被動的去看一看對方說了什麼 而是主動的透過我對於對方理論的一個反應 來瞭解我自己有什麼立場 看出來我的立場 看對方的立場有些什麼樣的差異 那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 critical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不是說我有一個非常固定的立場 我就來套每一篇文章 以至於所有的文章被我讀起來的時候 都有同樣的留意看 這個比較critical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有一個中間的抗拒的妥協的使用的 挪用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當中 不是兩個固定的entity相遇 而是在這過程當中有某一種滲透 某一種改變 某一種經過對方衝擊以後 讓你更固定或者更堅實 或者更尖銳的某些立場出現 我認為這是critical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不是套公式 不是自己從來不變的 每一個有critical mind的人 他在讀完的一天 跟他的說法不太一樣的東西之後 多多少少就會變 自己都會變掉的面對 因為在這過程當中 他接受的過程挑戰 而且能做出相應的條件 他認為這個叫有critical reading 所以一個有critical reading的能力的人 他讀的任何一篇文章 都會讓他功利再增加十分 對他跟他這個觀點不一樣的東西 不但不會挑戰到他 把他整個打垮然後全部一張白紙 從頭再開始 相反的真正有critical reading的人 他是會奪用這些新來的input 這些新的資訊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做某一程度的處理 處理完了以後 再把他讓他自己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上 程序出現 所以對於有critical reading的 village的人 每一次的閱讀 都是另一次公平的增進 那下面當然你要問我說 那到底我要怎麼樣才能夠促進 我的critical reading這個能力呢 我從前告訴人家說 喔你就是要讀各種不一樣的觀點的東西 也有很多人會告訴你說 所謂的發展這個批判思考的能力 就是聽聽很多各家之說 然後他中間凝聚出一個你自己的立場來 我現在逐漸比較不相信這種宣傳了 我現在比較相信的是說唯有把自己放在一個 和主流不同的一個抵抗的位置上的人 才比較有機會可以形成這個這個能力 因為批判的能力不來自於一個 坐在主流位置上的人 因為主流位置上的人的話 他在他所有的主流的觀念的包圍之中 他是覺得我當然對嘛 你看大部分人都這樣想 所有的人都這麼說啊 我在媒體在教育當中所欺騙所有的東西 都持著這樣的觀點 所以如果說我是主流的人的話 我應該是非常舒服的 comfortable 在這個 我所屬的這些思想東西裡面 唯有那一些不在主流的位置上 或許在邊緣或許被壓迫 或許被人家不入遊和不入的這些人 由於他不在主流的位置上 而感受到主流觀念的壓迫 他比較可以在他的位置上發展出來 另外一套抗爭的說法 抗爭的這個論述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通常在發現 學運裡面或者複運裡面 公運裡面比較熱情參與的學生的話 好像比較話多一點 也比較常常會挑戰人家 好像講起話來也比較完美一點 講起來也有深度一點 原因就是因為正因為他坐在一個 比較失利的位置上面 比較不站好處的位置上 所以他才可以在這個位置上 既要知道對方說什麼 還要知道我要誰方式去對抗對方 只有在這種resistive posture上面 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姿態上面 才有可能真正的全面的發展出來 這個批判你的能力 說這個話的意思 其實跟學數學為論文的寫法 又有可能踩上了線 就是說對於基督的實體 我們的資源 我們總要保持某一種距離 保持某一種批判的這個態度 某一種觀看的態度 才有可能來發展出來我們自己的道路 所以在閱讀的過程當中 保持距離 採取批判的態度 採取一個跟人家不一樣 而且不可合作的態度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就在這樣條件之下 可以慢慢的發展出來 在一個批判的角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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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週的第二部分 indications 閱讀別人的東西 不單單是在簡便別人和自己之間的距離 同時還要 read between lines 或者 read beyond the words 你不單單是在行與行之間去找他的人 一些隱密的含義 你還要想想看在這個行與行之外的一些東西 而這個比較簡單的說法是說 通常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報導的時候 最近流行調整一些內衣 然後你讀這邊論文的 讀這個這個文章的時候 如果你就說喔 對對對那現在就流行 你如果take it for granted 這麼一個報導 就是告訴你流行調整內衣 然後你就覺得說我們作為大家都在用調整內衣 這是很危險的說法 critical reading 然後會注意到說這個話是什麼 或者說每一次報導 就有調整行內衣 那時候後面都有一個專家說法 專家認為說調整行內衣是可以幫助女性 感謝她的身材啊什麼什麼的 講一大堆 這個專家喔 請我們進行閱讀 隨便要仔細去看 他是性格的家 比較誠實的記者會寫 就是調整行內衣獵者某某某說 在這裡的話 這個專家的利益在哪裡 是很明確地會標示出來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念讀的時候 不能只讀這張說了什麼 我們還要小心地去勘察一下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 我們把他講究出來 他在什麼節目上說 他說這個話 他站在什麼樣一個可能的正直經濟社會的文化的位置上面 所以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去仔細去抄別人一句話 你還要注意是誰講 什麼時候講 在什麼樣的場合講 對著什麼人講 講完以後可能有什麼樣的效應 他在什麼媒體上出來 在哪個版面出來 都變成很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在讀學術論文的時候一樣的 他在什麼樣的 不要說是進步刊物啦 還是應該的學術刊物 他寫作的時候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寫作 他提出來論點的時候 可能有什麼樣的含義 都要幫你律師發言 我覺得在很多學生寫學術論文的時候 還有一個蠻大的語言 像目前的話 因為理論學派越來越多 和什麼樣的說法越來越多 所以有很多人就會說 這派到底說些什麼東西啊 這難看跟別的東西的關聯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對於學術領域裡面的分布 不是非常清楚的話 在寫作的過程當中 要去抓immunication 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說你要對於學術領域裡面 多知道一些事情 知道誰是誰的土地 誰和誰有什麼樣的破解 幾年幾月的在某個看護上 他們曾經經歷過某種論戰 對於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稍稍有些知道能夠幫助你 對於現在某一種論述出現的時候 它包含什麼樣的意義 有比較好的掌握 換句話說 你要對於一個作品當中的 e-mutation 難易 做出某種分析的話 你不單單要做這篇文章 你還要知道很多其他的書 寫學術論文越來越難 不單單其實做得很嚴重而已 你還要知道很多別的東西 好 快快飛 快快飛 第五周了 很小心就可以講完第五周了 Note-taking 對你自己所閱讀的東西 嘗試用自己的話去寫個三回 在這裡這個review of literature 我前面已經談了一些部分 intentions 跟 ramifications of the source 會在 implication 裡面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十秒鐘在講完 就是要有 sense 我這時候也要特別把前面的東西講快一點 其實就會 六七八是我認為最重要的章節 就是真正寫這個部分 這一部分的話是 從來沒有人被真正的處理過的問題 OK Structuring a game plan 你的文章到底要怎麼寫 有一些什麼樣的章節 章節與章節之間的關聯 這一部分的話 是整個架構的部分 好 那上面我們就要談了 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是development and sequencing 一個是peaking and choosing 我先從第二個講起 寫作 絕對是把你所知道的東西丟到手上 寫作一定要經過一個選擇的過程 選擇的過程 因為有些東西是比較直接相關 有些東西是不相關的 或者距離比較遠 或者它放在文章裡面 會引起別人另外一些聯想 會把你的中心的論點給削弱 這方面的話大家特別要注意的 選擇的過程 當然選擇到底要選擇什麼東西 這裡面當然要講 牽涉到說你對這個領域選是多少 我們用日常生活的例子來去 我到底要選擇講什麼 今天如果老師給我一篇作文說 我寒假當中所做的最難忘的一件事 你會選哪一件 哪一件是會真正的引起一個比較好的寫作的過程 有些人會說 我就寫那個真正我很難忘的事情 可是那個難忘的事情 因為它太難忘 情緒心機太大 有時候寫不好 有的時候寫作的時候要取巧 取巧就變成說 那既然這個事情我寫不好 因為還沒有保持足夠的距離 還沒有冷靜下來 所以寫不好 那我就要選一個 我覺得會討好 會取巧的一件事情 在寒假當中 我要想想看什麼東西 是別人沒講過的 哪一個角度是別人沒有取更過的 所以我在選擇事件的時候 當我從後的書上我要學哪句話的時候 我就要特別注意一點 我到底要引用它的哪一本書 引用它哪一個順便哪句話 是經過一個精細的考量 也就是說 在它的哪一句話當中 我能夠找到最多的用途 來展示我的論文的涵義 要怎麼樣去選取 這個是要靠你閱讀的經驗 慢慢去發展出某種觀念性的考量 才能夠選擇到比較合適的東西 放在這邊 在這個選擇的過程當中 千萬不要說 喔就是文字上的這個印那兒子 我就挑一句出來 選擇本身是一個腦筋的運作 我到底要怎麼樣來敘述這個過程 我回到剛才我講的那個寒假的故事 或許你選了一天 是你爸爸帶著你到小溪邊去摸魚 你選了這麼一個故事要寫 你可以用我們最常見的寫作方式 就是有一天 爸爸今天要帶我去小溪邊摸魚 那天早上我們就準備了很多東西拿著去 去了以後呢 我們要摸得半天 沒摸到我還摔進去故事師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回家了 在這樣一個寫作的過程當中 你好像選擇了一些事實 可是這些事實實 是不會在你的讀者心目上留下 用你的深刻印象 因為你在選的過程當中 是流水仗式的選 你沒有選取那些最突出的 讓別人可以細緻的感受到那天的感覺 比方說你寫作的過程當中 可不可以寫說 事實上那天的天是什麼樣子 河邊上你僅僅注意到有一棵小草 就小草上面體驗一隻蜻蜓之神的樣子 這一些更細緻的分析和了解 都可以幫助別人對你的寫作 留下你的更深刻的印象 固然在文學寫作上 這是很重要的一環 可是在學術舞作的寫作上更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學術論文是很單調 枯燥無聊的寫作 誰喜歡的人 也正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寫學術論文的人 就有一個更慎重的負擔 這個負擔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寫作 一遍讓別人有深刻的印象說 就從來沒想過它的這個意義 這裡面當然是創意的主教 你看你也有多大的創意 可以呈現出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可是事實上選擇從哪一些地方下手 選擇由哪一些的理論家的東西 來支撐你的說法 選擇把自己定位要跟誰相合跟誰相對 對這種選擇這種抉擇都會決定你的文章 有什麼樣的色彩 這個我也想跳到後面去講了一些事情 比方說你是一個非常喜歡 符扣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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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裡面想要引用符扣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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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分明是暂停他的 我为什么要再暂停 要好好反对他的立场上的 这种考量的话 当然有一些想法 这想法就是说 可能站在与他对立的位置上 会帮助你的东西跟别人 不太一样 因为大部分人既然都支持扶扣 那你站有比较多位置 你选择一些扶扣的层面 是跟你比较相合 可是又跟别人对抗的 那可能有好处 不过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你要选取哪一部分 要靠你来思考你的题目 怎么样的写法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选择出来以后把它挪用表演 怎么挪用 我们等一下再讲吧 还有就是development and sequencing 排位置 这个很简单的东西 我一直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你们都知道造谈的名群 造谈成名群的时候 但是你听完这句话 我很丑但是我很不容易 你觉得他丑不丑 不太丑了 对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好像这个人 有很多可取的人 对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还不太丑了呢 是因为丑在前面说了 然后后面有个但是 你转折 就表示说 虽然那个事实存在 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存在 可以temp her前面那个理由 可以让他跟你玩 你如果不信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颠倒过来说 哎 我很温柔 但是我很丑 这句话的效果就让你觉得说 我一定是很恶心 就连前面的温柔 我都自然打算很大 这个就是写作过程当中的sequence 的效果 就是前后的位置 你怎么会转折法 当你要凸显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不是直接把它丢到纸上 相反的你要把它坐落在一些句子的结构的位置上 让别人觉得这个是你要投注的 你要关注的那些东西 这一方面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种转折语的温柔情 尤其是像刚才所说的这种淡系可视 这种字眼 这种字眼的转折通常是加强后面的东西 他虽然好像你看这两个部分 我很熟 但是我很温柔 这个这两个部分看起来是平等的 可是事实上 在淡系加进去理由后面是加重 前面是轻的 所以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想要跟别人保持某一种差异性的 所以就会用这种写作的方式 虽然说对于空间的某一某一种理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多半大家都忽略掉了什么 然后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引进来 表示说那是你一个人的创建 这是一个很小的写作技巧 跟它相类似的这个处理方法 还有各式各样的 我们等一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都比较能够抓得住 这一方面怎么样来让聚光灯 投注在你要别人注意到的这个事情上 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刚只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还有在文章里面铺陈的时候 第二章应该什么 第三章应该什么 第四章应该什么 越往后面通常越重要 大家记得 你不要把好过通在前面讲完 后面来到普通搜尾的感觉 所以越到后面的话按理说 不但是越重要 在理论层次上还越高 而且要更深刻的让别人看到你的洞见 越到后面就应该有更高层的一些 对于资料的处理 这一种sequencing的方式 只会让别人简直到吃甘蔗 越吃越觉得好天啊好天啊好棒 很好 越到最后高潮结束 那有一些人的写作的方式是说 把他自己的位置先写出来 他的立场先写出来 然后后面写一些 A又说什么 B又说什么 C又说什么 完了 到最后的话 当我读到C的时候 我只记得C说什么 不记得里面还是C的位置 所以这个也是写作里面的一个技巧 就是你最主要要讲的东西的话 应该在我们在后面出来 因为人的记忆力已经写了 他就是记得最靠近 所以当你在列出来 比方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这种排序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什么东西要画前面 排序排一二三的时候 通常你可以说一是最重要的 二次之三次之 可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是比较简单 然后让别人觉得好像 越到后面越不行的样子 通常比较好的写作方法是 第一点是一个不同的层面 第二点是另外一个层面 第三点是一个更深刻的层面 让别人读的时候 觉得一直渐入佳境 渐入佳境的话 一直到最后 都对你有很强的好感 那个打分数的程度比较好一点 可是如果说一直坐下来 弱弱弱弱弱弱到最后的话 通常到最后大家就觉得说 嗯 我现在讲 比如说我然后直接就再好 另外一个取笑的方式 这个东西也是让别人感觉到一种 九转十八折 好像突然三重水路 一无路的时候突然喝出来 又有另外一个性格观点出来 这一些写作的时候 概念的发展 概念的排序 用什么样的连接词来联系 都会造成大家在阅读上面不一样 好 好 下面 supporting evidence 跟citation 我们要引用别人的资料 的时候怎么引用 这一部分的话 请你看第二章英文的另外一章 第二章英文的行业 这个特别是针对你 第二章的那个文献处理的这一部分 有很多人认为 我们要去引用别人的句子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 Castell's说 一句话抄下来 他有一个这样子玩的 真正高音的人 就不这么做 只丢一句话 就是小事的行为 真正大学者 是不做这样子的事情 为了要证明的 你是大学者 所以你们一定要做 以下的事情 比方说 你要使用这个votation 使用我们的句子的时候 如果能改写 就改写 如果他原来的语句写的是 非常的特殊 非常的有 有某种鉴定 你才去扣除他 这个意思是说 我觉得有很多人写 那个Mr. Perry 他以为他就是做个剪贴 第二张文献研究的部分 就剪贴 某某人说一句 某某人说一句 然后贴在一块 然后贴完 那就这张就贴完了 这里的话 完全不能呈现出来 没有什么样的感性 所以事实上你要做的事情是 能够用你自己的话去挖掘出来 他的心客含义的时候 你就用自己发现 可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凝聚 他那个聚集 每真保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你就只能聚 去quote 所以千万不要说 你觉得所有东西都要quote quote 通通是剪贴的话 对人家来讲 一点意义都没有 要剪贴 他不会 幼稚園学生都能剪贴 不需要研究生 研究生的话要显示出来 你用着那个potation 是有意义的 好 于是 好 这个我们在文学 写文学中的最常 最常用的例子就是说 你刚刚说什么 John got up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小说有没有这个句子 千万不要quote这句 这句 这句一点意义都没有 John got up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什么什么 你知道他有某一种文具的事故 特别美 特别好 你做得给家里关注牌 分析的 你才用牌里去 不要随便赛出去 好 然后呢 如果 像这个 下面有一个例子 如果这里的话 你注意到 我从来不会让一个 votation直接出来 所以在那里面 我们会说 arguing that man should cry when they feel the need to montage him 或者 states crying is a natural function of the human organism which is designed to restore the ocean of this equilibrated person to a state of equilibrium 这是他讲的话 很学术 很深奥 但是呢 我可以在前面给大家去小段注解 and arguing 这句话是我说的 是我对于他的作品 他的立场的一种解说 我说下面那一句话 三行看起来很复杂 但事实上 他基本上只要想说一件事情 就是crying is ok for a man 而已 所以我就可以用 in arguing that 这样一个小节 显示出来 下面那三句文字 我是读懂的喔 我不但读懂的 我还可以用你能读得懂的方式 很简单的叙述一下 你所做的这件事情 是一件小事 但是有深刻的意义 这个深刻的意义 第一 证明你不是在剪贴 你还真的把他三行读了 第二 你不但读了 你还读懂了 还能够写得出他的真意来 第三 不但读懂了 还能够用更口水化的 日常语言的方式 来把他那样子的 学理当中的 一个真正深刻的含义 给挖出来 所以只要多写一行字 就可以达成 让别人知道 你不是小只而已 这个笑容 所以当你在引用别人 理论的时候 请注意 他现在就是要第二点了 Never let any quote stand alone 你一定要去剪贴一个好句子 然后说 哇 正好这一句 正说中了我心中的话 我就把它整句 然后放在文章里面 让大家天下的人都能看到这句话的光亮多亮 别人看的时候 可不一定看到 你要他看到的东西 这个句子二三十个字嘛 你可能看到说 哇 这前面这个里面讲得很好 可是那个人看到可能是后面的部分 或者另外一个意义的 所以一个作者如果想要 能够稍微控制到你的读者的反应 让读者能读到你想要他读到的东西的话 你要加注 要加说明 所以前面讲说 Never let any quote stand alone 你要塞着人家句子 不要让他们难度存在 Instead 应该要怎么样呢 我给你们两个建议 第一个 always preceded with some kind of explanation of your own and try to work the quote into your text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像刚才那个例子一样 前面加一个小小的说明 便证明你是读懂而且不过 前面有某一种 explanation 说 比方说你甚至你加一个字就可以 比方说他提过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 有清楚就表示你评价 你如果这个句子 而且你评价这个句子是很清楚的 不过我也警告你 如果这个句子其实你扣得很烂 不太清楚 那你前面说很清楚的说明 就表示你头脑不太清楚 其实懂这个 所以这种小技巧是小技巧 可是你还是得用得对 用得好 好第一个 你前面有一点点让大家觉得说 嗯后面的文章 你知道你是去引导他阅读的方向 引导他怎么来诠释这个句子 然后呢第二点的话 就quote完了以后 你还上来再讲讲话 It is also nice to follow the quote with a deeper level analysis or interpretation or implication 他去分析一下他可能有什么内涵 他这里面有什么含义 也就是说什么 in other words 用这种方式来写 他这样子的话可以center precisely on the point you are trying to get across through using this quote 前面也加 后面也加 前面说明你对这一个句子的评价 后面说明这个句子里面 其实还有一些什么样深刻的含义 这样双管齐下夹住中间赛主的那一句话 来确认你的读者会读到跟你一样的意思 同时也证明你是确实能够manage你的material 你能够操控它 你能够把它弄到你想要的那个地方去 比方说像俊 举这个例子 Lekhoff 一个人比较 Lekhoff sums up the essence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nicely 这句话不是Lekhoff讲的 是适合我讲的 OK 那第一个看这句话做了好几件事情 第一个我告诉你说下面我要赛特曼的话 是Lekhoff讲的 第二个我还告诉你说Lekhoff讲的一句话 其实是一种sum up 是一种总结性的话语 然后第三个我还告诉你说 他在下面那句话所说的 其实是性别歧视的根本的那个本质 第四个我还告诉你说 这句话他说的还不错 nice OK 所以加这句话的过程当中 就显示了写作者本身的某一种信心 某一种对于材料的掌握 好下面扣得出来了 a man is defined by what he does a woman by her sexuality 好下面再去冲上去 下面的话当然不是Lekhoff写的了 因为在引号之外 this implies 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作者 你们写作者的自己洞见拿出来 this implies that a man is supposed to act while a woman is supposed to be 所以这句话有什么好处 你看看Lekhoff原来的句子 a man is defined by what he does what he does 是一个结构 a woman by 又没讲what she什么 只讲说her sexuality 所以原来Lekhoff的句子 并没有某一种对战工整的这个方式 那可是你可以写个新句子 去把它写出来说 其实你还写不到 this implies that a man is supposed to act while a woman is supposed to be 看起来好像是蛮工整的句子 or再给他另外一件事 that a man is supposed to do things while a woman is supposed to do nothing except becoming a sex object for men 原来在Lekhoff句子里面 只说a woman by her sexuality 并没有讲出来性的歧视的东西来 可是在你的诠释当中 你已经很明确地说出来 女人很多时候要被当成一个性的对象 要被困话的方式来观看 所以这一种的这个诠释的方式 可以帮助你去探索在Lekhoff这个原来 听起来很general的一个句子里面 可以被挖掘出来一些什么样深刻的东西 可以把它导引到什么世界上去 可以把它原来里面可能有 但是未被发展出来的一些观点 你用你自己的画画来把它发展出来 然后继续地往下去探索 然后在这里的话 原来Lekhoff可能只是一个社会学分析 一下说man is 什么什么 a woman by 什么什么 可是在你的处理之下 这里面Lekhoff突然变成一个心理不整 也就是说他的理论里面 很可能有根据成分并发展出来 那句话说Sales的理论里面 可能还有什么东西 你去把它发展出来 每一个你发展出来的东西 就是你下出来的一条线 论文就是这么写出来 你去在别人的材料上不断地加工延展 把他的东西能够打出一些东西来 所以每一次下一次 人家所再教论文出来的第二章文献处理的时候 塞着人家句子的时候 请注意先在句前句后展示一下你个人的风采 不要只是扣着一下我个人 OK 好 下面第三个 有的时候你要扣着人家 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 很多人在那种论文里面扣着人家 好长一段 好多行 对方的句子抄很长下来 你如果要抄人家很长的句子 一定要有好的理由 就是对方这一大段当中 有某种思想的转折 或者文具上面有某种特点 值得你扣着这么长 否则的话你想想看你写文章 就写这么五十页 才扣着人家一整页 他中间有一整页都是别人做的事 像我这个读理论文的人说 我去读了多半天都是卡斯蒂尔斯讲话 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偷懒 所以尽可能的 不要去扣着人家很长的句子 相反的你要想办法去 我刚刚讲的 Choose Pick Select 去找寻在他文具当中 是否有什么很确切的文具一部分 或者有一些很关键性的字眼 去扣着那一部分的旧行 而不要过着整句 只要过着他句子当中 最significant 最关键性的东西 Cewords or phrases from the book 而不要弄全部人 比方说 像下面举个例子 the above mentioned case serves as a nice demonstration of 我举例的时候根本没有超大全句 只用the linguistic double standard 语言上的双重标记 这是一个很好的字 很好的一个词 如果说我把他整句都抄下来的时候 很可能你就没有把目光焦距 对焦到这几个字下 你可能看整句去了 但我选取最重要的几个关键字 就希望你的注意力 完全集中到这几个关键字上 而我在这个关键字上再来作品 再来显示出来我的阅读 我的诠释 OK 那下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不用讲了 一些小小的东西而已 我还是继续讲后面 我们算是已经 OK week 7 第二部分 刚才我们讲了说citation的部分 你怎么样去做弱别人的东西 像我刚刚说 你把layout呈现为一个清楚的例子 绝对不违法 因为这个意义是在他的语句当中 可以被抽离出来 可以被解释出来的 可以被延伸出来的 可以被延伸出来的 那我们已经讲了citation了 那下面的话 还有讲paraclet 就是当你要换用别人的文句的时候 你要引用别人的句子 你不要引用他的原字 而让你自己改写 改写是艺术 有很多人以为改写大概就是换几个字 换几个字不叫做改写 其实改写最重要的功能 是把人心的东西里面包含的含义 提醒 然后时间就要交流 叫贵 怎样把你的文句关在一块 你刚刚我讲一下话 人家那个小哥说 老夏说他几个文章前面 每一段的第一句 这不是没有道理 文章每一个段落 每一个paragraph 前面的第一句 事实上他所扮演的功能 是弦架上架 这是最重要的功能 有很多人告诉你说 一个paragraph 的第一句子叫做 thesis sentence 或是target sentence 那是一个最重要的 要告诉你下面我要说什么 我说这样子的thesis 这样子的target身份 其实不足 每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 他所扮演的最重要功能 是衔接上下文 换句话说 他可能要对上文做某种呈现 要对下文做某种宣告预告 对上面已经讲的东西做某一种的组结 而对下面的东西做某一种转折式的宣告 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要有具体的例子才可以写 所以我挑了一篇我自己最近写的一篇文章 来解释一下我这里包含的意思 先说这篇文章 左边先开始了 因为社会文化所生产的性知识和性常识 不再相配应于文化所赋予性活动功能和意义 同时也呈现出性文化中的权力关系 这一段话当然是我文章都写完了以后 最后才写的话 因为很多时候写文章 总是按照宣试 从第一段写起到最后 从第一段写到最后一段是写草稿 最后的文章的样子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他的视讯能整个通编导 他能有另外一些加分数的继续 但这个话是本篇文章里面最抽象的一部分 因为他是因具体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内涵 这个内涵是什么 要靠你在下面去解说 让别人能够捕捉到这样一个抽象的具体 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换句话说 我现在说的换句话说 不是文章里的单单的话 是我现在的换句话说 一个抽象的语句 像这个第一段讲的一个抽象的语句 这个抽象的语句 它里面可能被落实到什么具体的层面 是靠你去拉 就是刚刚我讲的relevance 相关性的问题 像这个第一个句子 一个社会文化有生产的 就是在现场是相对于 巨活动意义的 呈现出新华动意义的 好像这个抽象的语句 没什么太大意义 可是你可以在第二段当中 去把它拉到另外一条线上去 换句话说 各种性学报告 和有权威的性学医学专书 并非客观中立不待价值判断 都牵涉权利利害关系的事实成见 相反它的研究取向 现象采样叙事角度 都会受到 刚下社会文化结构的渗透 当然也同时捕捉到 这些文化结构的变圈 这是对上面那一句抽象的话 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 而这个解释是扣连到下面 我要做的这个分析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前期出发来思考 海底报道里面 幸迹在1970年代中期的问世 那我们至少注意到 美国性文化的两个重要发展 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这种句子 我们至少注意到两个重要发展 这句子在这里干什么 预告啊 我下面如果没给你两个 你就应该来讲给我 写文章不能有不实广告 但是实际的广告 一个真实的广告就是说 随时能够扣着你的读者阅读的思路和发展 就在这里宣告告诉你说 美国性文化有两个重要发展 可以让你的读者 心理上也有准备说 我等一下要找一和二 至于一和二 你有什么方式来呈现的话 你当然可以说第一第二 你可以说首先然后 有好多种方式可以去呈现 好第一 一反传统父权社会女人晋升的规范 女人心事呈现了众多女人 或激情或怨怨或感情或可情的多样声音 而且是直接针对最静静最被压抑的姓氏话题发言 以坦然开放的话来述说 述说你的经验 下面联系下去 这些声音的出现 这些声音的出现 这种句子的写法就告诉你说 上面已经讲过一些声音 所以是扣接下去 这些声音的出现 表示前面已经曾经说过一些声音 上一段 这些声音的出现固然可以归因于匿名作达的问题的形式 但是以及答案内容的具体细致和坦白自在而言 显然大拼美国女人已经在60年代的社会革命 文化革命 性革命的变圈中 开拓出新的女性角色和活动的范畴 培育出主动自发的自我观察 以及反思表达的主体意愿 更在女人交谈的领域中 充分探索性活动与感受 因此才可能以如此丰盛的面貌 呈现她们的私立生活 你们如果翻过海地报告的话 这里面其实对海地报告的形式做某一种的解读 这个解读的话 第一方面说明了说 美国的女人在60年代已经有 在她生物范畴之内已经开拓了 第二个她有培育 也因为这个开拓 所以培育出一些主动自发的自我观察和主体意愿 第三还在语言交谈的领域当中探索性活动的感受 有这三项因素才可能在海地报告中 以这样丰盛的面貌来呈现私立生活 所以这里的语句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所以你上面写的是比较大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里面 女性角色变圈 然后因为女性表角色变圈才有主动的自我观察 把子兄弟的意愿然后还透过女人交谈来形容出来 这样子的话才能丰盛 下面还有下一段的开拓说这里就是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表示前面跟后面有什么关联 就是更近一层的意思 前面跟后面其实讲同样的这件事情 都会不同的面貌 不同的理论高度来讲 这里就是说女人观点的性知识 在一定程度上与女人在社会文化 其他层面上的长逐进展 其有并行互相激荡 开拓出同时改造性文化和性别文化的契机 这一段做的事情 不单单把上面第一这部分扣连到第一段 最前面那个一个社会生产的性知识和性常识 对应女性什么 不但把它扣连上去 而且还要向前观看说 因为这种新的文化产生 它很可能还可以再推动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 第二点 就是刚才讲的两个重要发展 第一个重要发展 第二个重要发展 女人姓氏 试图询问女人 以及其性活动之间的错动情绪感觉 着力于理解女人的快感模式和经验 及其形成过程 这种关注早已拖出原有父权架构 赋予性无限意义及功能 下面说明一下 那在海地的框架之内 如果不是父权的架构 那是什么 在海地研究框架中 性不再受制于传统的生殖主堡 生理功能观点 性是对自己的关爱和照顾 使用别人共享的性爱 更是女人愉悦快感满足经验的重要来源 因此这个研究专注于女人在性事上的主观感受 以及她们在追求自我情绪成长过程中 种遭遇的挫折 压以欢欣凡行 而当问占尺追问女人达成快感的方式和感受 而不预设婚姻婚道的立场规范时 女人们硬无反顾的多样答案也诉说 好 下面那一段就是一个转折段 这个转折段是对上面已经出现了名字的一个 上面 有以上两个在研究取向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变迁 如果你倒回到第二栏里面 我说我们至少注意到美国性文化的两个重要发展 而且还说了这个重要发展跟那个研究的角度面关联 大概第四栏的时候我回头去说 有以上两个在研究取向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变迁 在这里的话已经不单单只是讲社会文化变迁 而是说上面两点我连研究取向也说了 而这个研究取向其实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 凯利报告具体而为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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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便以波涛凶浪性革命潮流 并且透过女人的主观叙述 在女人的身体感受中勾勒出这场性革命的复合面貌 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凯利报告的时候 我们发觉他不单单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捕捉到了性革命 而且这个性革命是具体的刻画在女人心里 表达在女人的语言当中的 用这样的方式去转接上面的两个东西 好下面要转接过去 但是前面这一部分全部讲的都是说 海地报告有他的历史眼界 有他的历史意义 那下面要有个转折 但是海地报告女人的姓氏仍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因此他不但记录了性文化的变圈 和女性主体观点性知识的崛起 这一部分是对刚才的第一和第二的总结 因为第一我谈的是性文化的变圈 第二谈的是女性主体观点性知识的崛起 不但有没有捕捉到说这样一个句子的话 事实上他不断的在重述已经讲过的那两边 但是每一次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这个概念的方式 来处理同样的东西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大家看到上面所说的东西 其实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上展现出不同的风貌 他不但记录了性文化的变圈 和女性主体观点性知识的崛起 也同时在这些记录中不可避免的留下一些历史眼界的烙印 而这些烙印正是每个都者应该留意的 也同时之后的这个语句就在宣告 下一段开始我不再谈他这个历史眼界有什么样的一个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产物 我要谈的是他的局限界 所以上面是历史当中开拓出什么样新的东西 下一半写的是他有什么样的眼界的局限 而这样子的东西我们用一个句子来说明 所以这里的这一段但是的这一段 就是但是它是一个历史产物 因此他不但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同时也做了什么什么 这种所谓的不但然后同时这种语句 其实是很好的连接性的语句 这种语句可以避免 我在曾相同的论文里面常看到的就是 他不给任何的连接语句 但是告诉你上面是四支一一 然后下面这一节叫四一二 你知道吗 你常常都会写这个章节的表面 四支一然后下面四支一二 他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写上这个这个 你就知道是两节了 中间谁要再给你任何的这个转接 你就自动跳接就好 所以读完了四一一以后 你就应该自动说 Shift Gear 换打 然后四一二 这个就是负责任的写作 这种就会让别人读的时候 一下说怎么跳到这里去了 还有一些人的做法 稍微负责一点 他会在四一一后面有个title 有个本节的小节名称 四一二还有一个小节名称 他只要把小节名称放在这里 就是向大家announce宣告说 诶 对不起啊 下一节我要讲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种负责的做法 因为凭什么你假设我会读四一二小节名称 我有时候不读呢 但你就没有准备好我 我就从四一一文章评完 直接叫四二四一二开头去 最好的帮助你读者顺畅的从一到二的方式 只加语句 那加什么衔接语句 刚才我们从这讲的一些例子当中已经注意到说 第一个你要知道你上面讲过什么东西 而且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你在这里要提供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本身的结构当中有个转折的 表示说我前面海地报告虽然是他的历史产物 展现出来一些历史的变迁 但是后来有但是转折 但是他还有他不可遗免的眼界局限 然后你再开始讲眼界局限 你有这句话放在这里 就让我从下面这一段转折到下面那一段 而且我还看得出来上一段跟下一段之间 有某种紧张的关系 因为有一个虽然但是 这样懂得关系吗 你不单单要重新的叙述上面已经讲过的东西 以更简洁的更精密的更冲向的方式 来叙述上面已经讲过的东西 同时你下面出来的这个东西也要预告 后面要出现的东西 好 眼界的局限 如果说脑下要来读这篇文章的话 当然就只要用第一句就可以了 首先女人姓氏混坠的设计 后来已经超越把性当成生理活动的传统观点 这个已经重复了第二点了 把性当成生理观点 但是他在用女人姓氏的构式上 仍不拖某种心理生理观点的方向 肯定他他已经拖出 但是还有一些局限 那这个局限是什么 下面就要取例说明 一个paragraph 然后下次所以要求你第一个句子 要做明日宣誓批位 第一个句子通常会是这一个段 这个paragraph 最重想一个概念 然后下面再有些具体的说明 你不能只是假设说 我宣告了一句以后 他就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意思 你要有一些具体的意思 所以当你在这里宣告说 还是有一些限制 还是不托某种方架以后 下面读者很自然会预期语告说 什么方向什么局限 有什么生理观点在那里 你这些话语句写在这里面 帮助读者提出他自己的问题来 跟随你的思路走下去 因此万卷的迹象 环绕着女人身体上少数生理部位 如阴和阴道 似乎暗示性活动 就只是对阴和阴道的直接间接四阶而已 这里指出来是海地报告 里面是直接出来的方式 就是只讲阴和阴道 好像性活动 就只在这两个地方发展的一样 好 下面来对他分析 这种研究取向预设的是 当你说这种研究取向的时候 表示前面已经讲过这个研究取向了 这个研究取向预设的是 性活动的愿意 要看是否找到了女人的生理部位 而且适与正确的按摩或措测 坊间各种性学交代手册中 鼓励找尋女人身上的基点或探索 女人性感染 也是出于同一生理观点的假设 为什么打挂护 为什么打挂护 因为他说次要啊 他不是真正跟海地报告相关啊 只是偶而联想到另外一样的东西 而这样东西如果在文章里面 被当成正能处理的话 有可能会让大家想到别的事情去 可能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讲到这里我要顺便讲正常的问题 有很多人他在写愤怒的时候啊 很奇怪啊 有一种愤怒你最不喜欢的是 他在那个文章里面喔 九十几个愤怒 然后每个愤怒你打到后面去看的时候 他只是告诉你 在哪里出的地几个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这个愤怒还合并呢 你在文章里面写出来的地几个页就好了吧 不需要做这么多柱 那还有一些人呢 是矫枉过正就是他在柱里面 有那个跟他正文 好直接相关的东西 他把他丢到柱里面去了 然后在你读完文章以后 他就读那个柱的时候 你就说哇 这个是好困的 应该在正文里出来吧 就他在柱里面 这也是你们要避免 这什么东西要放在柱里面 我们讲一些基本原则 什么东西要放在柱里面 一就是这种联想型的 但是跟正文不大有关 可是你想要放在柱里面 以便证明你还知道有别的东西呢 跟正文稍微无关 但是他的出现有助于你的形象的东西 来放在柱里面 这样的同时也会增加那个柱里长度 显示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想法 第二个如果你在引用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发觉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人的东西 跟这个东西间接相关 但非直接相关 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个注 然后说其实同样的观点也建于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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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这些东西你不去详细说他们了 但是你愿意告诉大家说 嘿我是读过好多的哦 我并不是只知道这一个人的想法 我还知道还有七八个人相同的想法 虽然此刻我无暇从你 当然你有可能没有回过 都都瞄到我下来 但是没关系 放在那里 这证明你碰过我一些疏离 当然这个肩子会被老下看的 等一下 只是是真是假 谁知道呢 然后这个柱角 你在柱角里面有很多人 只是写上一些很简单的话 其实我倒觉得柱角也是人家很平均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哦 在证明当中可能会造成风格上 或者立场上的搅扰 那这一类东西也请你放在柱角里面 然后说到这方面的东西 还在各方还在政治当中之类的 用不确定的语句 请你也放到柱角里面去 以便显示你是fully aware of the competency 就是对于这种复杂的方法 你是清楚的 但是为了不影响证明之乐 我把它放在柱角里面 所以柱角最主要的扮演功能就是 有一些东西你真的很想放进去 以便显明你很佛学 但是放进去又有一个发觉 别人阅读上面会差得到 所以你就把它移到原地上去 好 这是讲的这个刮符 这个刮符其实就是一个柱角的意思 但是我之所以不能用柱角 所以柱角会不会变者删掉 ok 好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文章里面常常喜欢用也就是说 因为这是对我来讲的另外一层次的分析 也就是说 他假设女人在性活动中的爽 是来自于部位能摸对 只要摸对的时候一定能爽 而女人姓氏中浮显的正是阴和 在女性快感中的重要地位 这个是非常生理观点 因为他根本不管要怎么样的情调 怎么样的心理状态 他只要说摸对了就一定爽 然后就看到水龙头一打开 那下面就对于这种研究取向来做分析 刚才我讲的这个有挖符的这一段 是对于凯蒂报告的研究取向的预设 我来做一个分析 然后下面我再告诉你 这样一个预设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部位之说 就是好像哪个生理部位 部位之说的进步性在于他至少认识了性 不是局限于以生殖器官为主的活动 引导才跟生殖相关嘛 因何跟生殖没什么关系呢 但是他的不足 当我说但是的时候 你就知道下面我其实要讲的是但是之后的东西 但是他的不足正在于他人以生理器官为主的眼界局限 而无法看到一个在性事上封闭压抑 在性别上极度歧视女性的文化 会对女性的性经验以及性感受有何种重大深渊的影响 这幻语句话说 对饱受性骚扰威胁 在性暴力恐吓 还要承受增结神经情像素质的女性而言 恐怕按哪摸哪都不容易得到瘾 这一部分的话是对于海地的那一个预设可提出来的反应 你太足着重于生理观点的时候 部位之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而下面进一步的来说这中间的含义 我每次讲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事实上是更进一步来谈到的含义 换句话说女人姓氏固然做到了某一程度的女性性经验资讯的交流 也累积了不少对阴和快感和阴道快感的具体描述 但是这些呈现能坐落在个人技巧的层次上 不怕哪摸哪 还没有考量到整体情侣文化中 是否包藏着对女人的重大歧视的压抑 跟大大高度的快感和器官部位之间的关联 有人常常告诉你说性情存在在两碗之间 或者两碗之间 快感跟器官部位之间的关联 在海地的报告里面处于有些大大的高度 毕竟不管是阴和高潮或阴道高潮 都还需要女人足体全心建立的自在投入 即兴幻想的刺激推一波出来 否则单单抚摸或错字的单调动作 哪有可能到我来高潮 这个在文章里不能写 但是口语上我刚刚说 如果我们真的女人身上有哪一个点 一按就灵光了就没有所谓的强暴 所以说强暴犯只要知道那个点 一按就什么天 而且对方一定爽的 都不用害怕也不用反抗 就是很情欲发动 这就是生理观点的一个局限 更明确地说生理观点全然漠视情欲文化 对女性快感的多所阵囊来压抑 以至于由此观点出发的情欲文化改造策略 也止于正当化的因此高潮而已 那这里的换句话说更明确地说 其实都是不断地把海地报告的那个预设 以及我对他的批判继续的延展 延展出来引到我想要讲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文化的部分 因为如果我们只讲生理观点的话 性的活动其实是一个对的行为 而且性的身体跟生理动力 那如果说我想要把它引到情欲文化的部分 我就要不断地延展延展延展到这一段 我对的时候全然地讲说生理观点是漠视的情欲文化 对于快感的压抑 好 刚才经过了好多段我们已经忘记了 我刚刚讲说眼界局限制 所以在这里在转折的时候 女人姓氏的另一个历史包袱 来自于对高潮的过度关注 这一句话它所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我讲的另一个 什么叫另一个 就表示已经有过一个 就前面已经有过一个 这个就是第二个 我只是不用第二个我用另一个 另一个 然后历史包袱 前面还没出现过这四个字 只说历史远界上的局限 什么之类的 那这里重复讲出来的时候 再宣告一次我下面讲的是要谈它的历史包袱 另一个历史包袱 来自于对高潮的过度关注 下面的话是解释一九五三年 什么时候能够过程 然后高潮高潮高潮 然后下一段 海域的研究 并没有修订前人对高潮的关注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表示在上一段我说了前人对高潮的关注 这是重新讲一下 海域的研究并没有修订前人对高潮的关注 我上一段讲过相反的 由于它的研究问题根本架构在女性高潮之上 因而整个研究报告看起来像是单一的 以达成高潮为终极考量 而又以强调英和高潮 引导高潮来的强烈或容易达到别除此 下面是我对它的这个批判 意思就是说上一段海地的报告 海地的研究并没有 这一段的话是海地报告的假设 那下一段我对它的批判 对高潮的关注 一方面唤醒大众重视年快感 以及女人透过英和高潮 可以得到的自主满足 但是在另一方面 当新学报告只凸显高潮的神调和英和的重要 而不发觉女性愉悦多元面貌 那么这有可能会展化性活动的内涵及目标 因为如果性活动的唯一目的 是高潮的刹那 如果做爱者的全副助力 集中在是否快要达到高潮 或者是否达到高潮来作为个人 在性事表演上成功失败指标 这种过度的期待 对大多数性经验和性操练不足的女性而言 可能增加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挫折感 对那些已经建立的自身快感模式的女性而言 则降低了她们开创新快感模式 探索其他坏感可能的动机 更使得她们轻忽的性活动 整体过程中的持续愉悦 而只着眼于某一特殊时刻的感受 换句话说 女性高潮不然极端重要 但是过度的窄化或者专注 这里用了三个字 窄化专注 这都是前面还没有用的 但是因为前面讲的方式 我们用这几个字来summarize她们 这种过度的窄化或者专注 有可能各杀各别女性主体本身 獨特多样的快感及愉悦来源 对丰富多元情依文化的文化 也是助力有限的 在这样一个写说过程当中 你可以比较容易记得说 她的第一个包袱是她太过度着重生理观点 第二个包袱太着重的高潮 比较容易记得因为你不断的在把她的文艺 一直延展 好 怎么样我再把她summarize一下 你看下一段的第一句 女人姓是在生理观点和高潮关注 就是对这样的四字四字 然后但是呢 已经把第一个包袱 第二个包袱又重复说了一遍 在生理观点和高潮关注上呈现的历史事业 并无损这本《兴趣报告》 在改造女人情依文化上的经历 又做一次转折 这个文章到这里已经有三次转折了 第一次讲《兴趣报告》 其实她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她反映出来历史文化的变圈 第二个转折的时候说 但是正因为她是历史包 有历史的产物 所以她有历史的包袱和眼界的主线 第三次转折说 即使她有这样子的局限 但是无损她在改造女性情依文化上 所出的心理 在这样的阅读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语句 来显示出来那个风格上的转折 所以她在这上面关注所呈现的历史事业 并无损于这本《兴趣报告》 在改造女人情依文化上的心理 因为下面要举例啊 你不能实说无损就算了 所以要举例 海力很清楚地指出 信誓上要有愉悦 你人不能指望他人来示你 而必须为自己身处负责 主动去多方经验 从自慰到性交到多重办理 重新练 还在刮谷里面 因为这是举例 举例 举例的话通常如果不是那么重要 会影响到文具的掠夺的话 那你就放在刮谷里就好了 以了解自己的需要 并开创各种快感模式 明慧地学习 研究 改进 实验 在性活动中更要主动地去主导互动 专注于自己的感受 全心投入 全身感受 自己找寻快染和高潮 摆脱形象和故企的纠缠 才可能营造出高品质的情侶经验 以女人性事的角度而言 女人在情侶上不爽顺境 无视度能改善 下面再来解释 为什么无视度能改善 性革命运动的波涛 也为女人打开文化中间 女人在性事上也有那样的拓展 但值得提升 还需要更全面的文化改造 不但需要女人观点的性事上的性材料 这里就扣上了海地报告本身呈现的东西 更需要女人主动积极地介入情侶文化的创造 扩散 这里也扣连到了海地报告 我们在倒数第三段里面谈到她所提的东西 所以事实上的话 海地报告里面提出来 女人在情侶上这个改善困境的方式吧 毕竟刚刚一点的 很像后面的结论 但结论是什么 结论通常是指出来一个在前面 还没指出来过 可是是一个logical conclusion of what you have said 所以有很多人常常问我说 那我写结论的时候 如果写一个独特的问题 可是我后面又没有发展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话里讲完 所以如果你写的是一个新的 刚刚开头的论点没有发展 那我觉得你应该写的结论当中 你写在结论当中的是 旧有人你已经在文章当中 建立起来的东西 你在结论当中 以一个新的全新的观点 全新的呈现的方式 再把它说出来一点 所以下面我在结论里面说的就是说 女人之所以受到压抑 其实不在于个人 什么哪个人给我爽 或者没有过房里面不甩她 或者自己爽完就不理别人 不是来自于个人压迫 而是来自于一个整体制度 这样子的话 其实可以在结论的部分 再把它扣接到说 我很希望 女人在情侣运动上面 是在文化上集体的层次上 而不是像凯蒂报告里面 所呈现的非常个人的 非常身体 我们谈这篇文章 不是要说我告诉你说 文章写得多好 而是要说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 串接的语句 来重复已经讲过的 来预告后面要出来的 用这种方式 来让你的文章 读起来好像一气呵成 那我们平常讲的什么 四一一四一二一节一节 然后节语节之间 做任何这样的准备的话 它的曲线就在于说 我常常在一节读完了以后 就突然被恨你丢进我第二节 那第二节跟第一节之间的 有性观点在哪里 从来没有人用语句当中 来给我们串接过 来为我们衔接过 那这一部分就是非常重要的 串接的工作 尤其你的论文那么长 要让我能够跟着下去读的话 你一定要做一点功夫 让我觉得是读起来还蛮顺的 让他在体内 所以在中间暂停 文章已经串接起来了 这样再好像 那我们应该休息十分钟 然后我再来讲 先不暂停写完了 那我们下面要来讲说 草稿写完了以后 我们要干嘛 第一次的草稿写完了以后 哪给老下来老下说 这是狗屎以后 我们要做什么 休息十分钟 这一部分 改写的过程 其实写作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你前面 无论你收集什么资料 你剪贴了多少东西 拼凑凑起来 又是这样的文章 充其量 它是你的草稿而已 在这个草稿当中 很可能根本没有呈现出 某一种格局 某一种structure 某一种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 理论上的一个评设 所以这一部分 改写的过程 是让你文章更精烈的一个过程 改写的话 对我来讲 大概是两种东西 第一种东西 是在文字上做一些调整 这个调整就是说 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所展示的那种 加上有一些连接的语句 以便让你的文章 读起来更顺畅 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的话 基本上是希望让你文章串得起来 所以它加个连接的语句 或者在每一段的开头 加一个宣告的句子的话 就帮助大家往下读 这一种做法 只是让你原来你经有的那个形状 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确而已 这一种改写的过程的话 所需要的是你回头再去重新读 然后再加连接语句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你在做的事情是 让你的文章的形体浮现出来 当你每次加上去这个 化整的语句子的时候 这个间接的转折的句子的时候 就让你的文章 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有一个很清楚的流动 你会配置 这一种改写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你本来已经有的一个形状 然后凸显出来 可是在改写当中 我们还会遇到另外一种状况 这个状况就是 你原先考虑的那个形体 可能在第二次改写的过程当中 发掘有很大的漏洞 有很大的前后的衔接上的问题 这一方面的时候 这个改写有的时候会变成重写 会变成重新走 重新移到一个方向去 我刚刚在讲写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谈到说 我们很多时候把一个利润 建立起来以后 在下一段换句话说 这也就是说 把前面这一段再度的延展出来 挖掘出来 它可能这些indication 它可能的含义 然后在文章流下去 这个说法里面 其中包含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个严重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原先先有某一个非常抽象的说法 出来以后下一段衔接上来是什么东西 变数大度 意思也就是说 当这一个抽象的理念要对我延展出去 要对我谈它的indication 我可以从很多方向去走 比方说像刚才我给你们看这边中文的文章 一上来以后告诉你说 一个时代的性知识 其实跟它的文化是勾连在一起的 下一段的时候我去把它延展的时候 我就谈到说它有它的历史的一些包裹 但同样的第一段这个抽象法 我可以把它用来打台湾所有的性医学性教育人士 我可以把它提出来说 其实我们的性教育性医学是没有使官的 是不在历史连见 而只有一个僵化的道德性条 你可以从同样的一套这个抽象的理具 延展出来不同的方向 因此下面在这个revised 这个改写的过程当中就变成说 这个文章有可能往这个方向走 但很可能会往那个方向走 也很可能会倒回到这个方向来走 下面要走到什么方向 就变成一个个人的写作的抉择 所以当我说第二种改写 多数是重写的时候是 你会发觉说往这个方向走 其实效果不太好或者说服力不够 或者说你有想到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可能的延展的路线 然后你去写那个方向的时候 整个文章转向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这是在改写的过程当中 常常有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因此而就觉得说 哎呀我好混乱喔 我完全不知道 我应该往这边走 或者往这边走 或者往这边走 在你写作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写到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不知道要写什么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先写出来 不管你脑筋里写什么混乱的东西 把他东西先写下来 先写下来以后 再去把你写出来这几十个乱七八糟的句子 组一组看 能不能组成几个特殊的方向 然后再来评估说都从哪个方向 很可能可以再延伸到 我原来想到那样陷上去 这个过程是trial and error 你就是要试 试了以后看看效果如何 只有用这个方法 没有什么捷径 也就是说这一段下一段或是什么 其中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观点 而且有很多的变述 可以被引导到你的方向去 所以在改写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你的文章原先的结果 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在改写的过程当中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不同的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不同的结果 我们准备了一简单的例子 我在写台湾的麦当好 这样的时候 本来这个文章可以结束在说 麦当劳对于员工的训练 以及在数学店里面的消费形态 事实上对于台湾的青少年未来成为 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工业化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劳动力 我们可以停在这个地方 就是麦当劳的影响就是创造新一代的台湾 以效率为挂帅的文章 你可以停在此处 这文章就完了 或者说你可以在结尾上写说 由此可见 麦当劳对于台湾的下一阶段的工业化 是有非常重大的贡献的 这个结尾就可以贡献出去了 你也可以说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是以西方的寻寻原则 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寻寻原则 而这个对台湾的这个中华文化里面传统的一些伦理观念 会有很大的冲击 这个结尾就结在冲子里上面去 我在这里所说的事实上就是告诉你说 很多时候你的某一种叙述 下一步要走到什么就开始怎么写 然后后来我决定的写法是说 麦当劳化事实上会扩散到台湾的社会文化的其他层面 让其他层面都麦当劳化 而在这个扩散的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人落在缝隙当中 刚怕这个麦当劳化的这个现代化 或效率化的过程当中 不能够跟现有的这种麦当劳的这个消费形态相合 或者工作形态相合的这些人 就会落成台湾的边缘人口 而这些边缘人口的话 很可能就要在整个体制之外 在底层的经济活动当中运作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含义 这个含义就是正式部门 可能是麦当劳化的 但是地下部门或者非正式部门 事实上的话可能依着另一套逻辑来运行 而这个另一套逻辑可能会对于当地的人口 对属于这个群体的人口有很重大的影响 那这里面的话很可能可以引到 另外一些跟经济学相关的含义去 这个说法就是你在改写的过程当中 下面要引出什么indication 要搭到哪一个学术领域 要跟哪一个理论方架连上线 你个人可以继续廉展 所以他这个文章没有一个一定的去向 这是我们这几年写作的 越来越感觉到就是 我文章写到某个程度以后 下面会从哪里去是几乎完全没有控制的 我可以写好几个不同的方向 而他这个不同的方向都会导致到不同的结论 也就使这个文章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不同的含义不同的政治位置来 他要打击的对象就很不确定 所以应该到时候就要决定说 我在这个文章里到底最后要引到哪个结论 可以让另外一些读者看到的时候是痛一下 写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在最后所要考量的还是 到底在这个协作的过程当中 想要杀伤哪一些自存的力量 要挑战哪一些自存的理论 要对哪一些人造成伤害 哪一种说法造成伤害 你要跟谁对立起来 所以在你的像这论文的 尤其是最后一章出来要做结论的时候 今天我的这个论文的结论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比方说说完了各种意识形态功能以后 最后一章还有一个解放的可能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KTV文化的熏陶之下 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压迫之下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逃逸的可能 抗争的可能 解放的可能 另类生活的可能 我个人的想法是说 大家可以这样写 我这个写法是有点僵化的就是 好像有某一种先知要在最后一章僵化 所以说愚昧的大众都不知道 我现在就这样告诉你们说 有什么样一个运动的策略 我们可以进行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一个写法 因为写法说实在的 我是第一个我不相信的 后面会有一个什么很特殊的眼界提出来 充其量的话 然后也是一些看起来 你后面这个所谓的建议的抗争之额 不要把它独立起来有一章 前面好像就是说很悲欢的都被罩死了 然后就是当作解放的光量 我倒是希望是说 这个解放的光量是扩散在你的文章里面 在不同的点上面出来 而不要有一个特殊一章 好像说有个一个什么的 另外这个社会学的研究人员 常常就会说把自己研究都讲 然后最后还有一章说 Future Research 就是一切完了 他没有研究的东西丢在这一章里面 告诉你说 我是知道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现在不能做了 证明一下而已 那这一种写最后这个解放量光的这一章 我一直希望说 你不要是单独努力的解放量光一章 你这个的话也是非常artificial 很自然的 你还不如是在原来的分析过程当中 在适当出来的节点上面 把那个解放的量光就放得出来 然后你如果谈到了说 这个拿许波瑞这个新光大楼来讲 如果谈到了说 这个新光大楼的某一种意识形态功效的时候 或者女工的抗争有什么功效的时候 就在那个节点上就定就写起来 很可能有另外一些发展 可以符合的施力 以便让我们能够扩散它的效益 然后下面你又再去讲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功能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解放的地方 也就是说解放不要是独立的一章 单独站在那个地方是神律 那在那里说你应该怎么做呢 不是那个基督化的人 结果那一章 你把它融化在你前面的分析当中 这样那个抗争是处处都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像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常常那个最后一章是很难写的 因为他前面把意识形态分析到这么具细迷移 然后他那个意识形态往照片大众以后 就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可以疼破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倒是觉得真的是要避免当在前面的每一种心法 而且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要养钱另外要有思考的习惯 这个思考的习惯就是说 我们不是就地抗争 也就是说不是说是单单的 比如说女工在这里抗争 我们就说女工应该做什么 不是这样就地而想 而是要玩串联政治 串联政治的意思就是说 到底这女工在星光场这个抗争 可以被扩散到什么其他的层面上去运用 或者说现阶段的在星光这件事情上面 能不能跟眼下的另外一些抗争串在一块 比方说现在是比特务的一些人讲社区 这个是什么 讲社区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社区这个观念 挪用到星光大楼的分析里面去 像我跟学会在谈的时候 他就在想说 哎呀好像星光大楼这么巨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下面的人都只有这样呆呆的仰望而已 没有办法抗争 那你要去拉抗争的运数资源 结果论数资源是什么 最好用的就是现在大家接受的一些说法 想大家都相信社区处理 那我们就来问问星光大楼大楼的社区在哪里 他对社区来讲是什么意义 除了要发展星光大楼附近的这个抗争型的社区意义 什么样发展 这方面的话就是一个具体的方向 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想 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抗争活动 我要怎么样去拉联你能够的东西来打星光的财团 在这里的话不单单可以运用现有理论资源 还可以在中间制造网顿 那财团跟理论会之间的合作 又要很顺畅 那这个就是一种抗争了 所以在考虑到最后这个改写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要想说我还有什么样的新的论点 我的新的符合可以提出来的时候 这里的话你本来的思考方式可能就不能太单向的说一对一 而是要有搞串联要能够想怎么扩散 要能想什么东西可以被转化 这里当然要求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比较活络的脑筋 能够把一些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转化成为可用的东西 这个卡尔会尔专有名字叫做不拿牌不拿主意 反正大家都接受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想这个东西来玩另外一套东西 把原来很可能是跟主流政治结合的东西抽开来 然后再搞到反对政治里面而完 把它搞弹掉 让这个主流的政治不怕好好的来 这就是一种抗争的手法 所以思考方面的话需要有更多的活动 好所以改写的部分的话我已经讲过 你在改写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死守原来那条线 你还有可能有别条线可以发展 而把你的文章引导到用途的结论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你思考抗争的出路的时候 尽量能够合并在你的其他叙述当中 而不是说我中文都讲完了 我再想想到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但是本来就融化在你的叙述当中 好我现在用两分钟讲的 Foral Presentation 我比较最不喜欢的口试的时候 所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学生 会把他的文章的第一章第一节念 我也读过了 作为口试委员我已经读过 我还做了好多记号了 我都准备了一下要杀你了 然后你还不是死活要把它重新念到你了 那个效果第一个是很呆胆 第二个是正好把那个 若远通通的曝露出来 所以事实上你在做oral presentation的时候 要重新考量你的paper到底做了什么 或许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没有把它的真正的意涵 它可能的社会效应 它的政治冲击 你没有把它写出来 这个是要你在口试报告的时候 把它提升出来的 就是比方说你的paper都写完了以后 你在口试报告一上来就讲说 我这个paper说实在的具体来讲 最主要是对于卡斯特尔斯的 某一个什么什么观念的一个更加细部的探讨 看看这个观念之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 没有办法在台湾本土实施 或者在本土可以运用的这个可能性 它的局限是什么 然后我就 然后再开始报告你的paper 口试委员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 你念你的配合原文 因为他的无理念我自己会有啊 所以他希望的是说你在呈现的过程当中 用十分钟把你所做的具体的这个分析 以某种抽象层次的方式来说明 所以最好的做法在oral presentation是 一上来先讲我的paper做的题目是什么 第二个它的theoretical implications是什么 在理论上来讲它与各家学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有一些什么样的张力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第三个具体进行过程当中 你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出来 发现了什么东西 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得 觉得还可能有发展可能 然后希望你的你的口试委员 能够给你什么样的协助 讲完这三样东西的时候 已经那十五分钟就已经过了 那这十五分钟之内 你只是把大纲细节讲一讲 放心留一点事情给口试委员做做 他们都被你讲完的话就被我问题问了 所以下面他们问问题的部分的话 你千万不要迟答问题 不要说他问哪个问题 你就直接问到问题 总要自己先准备一些 你觉得可能要讲的 在梦里面写的话 然后不管他问什么问题 我也许人万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也这么想然后扯到你要讲话 虽然 虽然你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你展现出来另一种眼光 另一种声 另外一些想法 这样的话总比你这个说 这个问题我没想过 这样是吧 所以你在口试上面的话 基本上是你要先准备一些 而且你可能觉得在梦里面没有写 但是做的不适合写 但是可以做另外一个层次 事实上不适用你的东西 准备在旁边 预备随时随地补充 补充弹药 遇到不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直接就讲不回答 我知道有很多老师会告诉你说 你这承识 承认你的有限 但是我会说 在承认你的有限之余 在证明下说 虽然这方面有限 但另外一方面 还有点东西 可以秀给你带 要知道将会制造一点好感 不要让说每个问题 问出来都皮肤很难过的 所以Poral Presentation的话 绝不是把原来的文章念一念 而是要把另外的 把你的文章总结提升起来 提升起来 提升起来 把最重要的重点说出来 最重要的立论说出来 这个文章的含义 它可能展现了效率说出来 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 回答得了两个 直接回答 而且最好是 不要太紧张的 所以讲到 我在第几页就已经进行出过 当然这个前提之所以 你会让你很了解 那下面就是 不回答的问题 记得用另外一些东西 去补充你那种不回答的韭菜 大概状况 大概就这样吧 当然我还 我在这边还顺便讲一下 什么叫做 什么样的人叫做好的可是 和你们没什么关联 还是顺便放在tip上面 可以提醒的口识委员 应该就是 我认为好的口识委员 不是问问题的口识委员 是问完问题 还能够替你解决问题 他可以问你问题 但是他问完你以后 当你答完以后 他能够告诉你说 你的论文要怎么更改写法 可以避免你要这个问题 或者你应该补出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问题就不会出来 或者说这个问题 其实他一定会问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告诉他 这个问题其实不该问 或者说你可以降低你的 让你在文章里面谈的时候 可能你的说法是涵盖太多太全面 或者全部造死了 完全一点出入都没有 你可能要稍微减弱一下 那作为一个口识委员的话 就要指出来说 你的论文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 我自己做口识委员的话 我觉得我满重要要做的事情是说 你没想想之前 我应该告诉你说 你有哪一些问题 希望你能够再考前修改 考前上了场以后 我问你所有的问题 我都应该还要替你想出这些办法 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 如果口识委员跟你口识完了以后 来告诉你说你还要再做六个月研究 这是一个不负责的口识委员 就表示他根本原先就应该接受 你来参加这个口识 所以他应该给你改写的过程 也不要是那种要做很久的困难的 我比较希望是说 我也知道大家考试完了 谁还想去改写的 然后我们签完字 管他咧 就赶快来弄一弄完了 就出去找事情做 所以说做口识委员 我们的道德责任是说 在你还没有上场之前 我确定你已经至少达到了 你这个水准可以上场 但是上了场之后 口识委员就算成功了 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困难的 这个然后写作的地方 这个地方不顺 或者有某一个漏洞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文章的漏洞 是不能用语句给他填起来 任何一个漏洞 都可以在语句上面 做一个方向的调整 里面那个漏洞 根本就不在那个文章里出现 根本就不是漏洞 这个是写作上面的一些偷巧的 但是要有本性的字巧的 这说起来的话可能太抽象 要有一些具体的东西给你看 才会知道说很多时候 原来好像这方面你没注意到 心里只要用一个句子就能讲的 比方说在这个议题上面 有一些人提出这个说法 但是在本文的处理原则之下 我们要集中于谈 另外一个比较更重要 更根本的说法 这个就可以绑掉 原先没有处理那个东西 因为你已经说了 我是要处理这个东西 其实比那个理数其他漏洞 还要更根本更重要 这就是小小的在语句上面 创造出来那种感觉说 我不是不知道我的弱点 但是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 这个是表示说我真的很清楚知道 我的问题是什么 在我你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因为每一个口座员都想抓出你的弱点来 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 要拼命想到说 我可能会有什么东西 就被它抓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 在你的改写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找人帮你做的 找找那个混一点的人 找那个主观的时候 找我成长 找到会成长派的人 然后里面有那种小组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小的三文化 就腿扇子出来 让大家来批评的 那个也可以 也可以有对你的所帮助 你把它呈现出来以后 大家问一些问题 你再想办法去改写 看看能不能更顺一点 写作是一个高度自觉的过程 你要有很高的自觉 不断的来看我 我写了什么 别人可能会问什么 就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来写 才可能把一些大股这个 会被人家敲出来的矛盾 我先塞住 用你某一两个语句 稍微动点小手脚 就可以挡住他们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的话 Organization 是一个 可以再事先做好 完善准备的工房站 你只要看 你对你的东西知道多少 你是不是对你的作点 能够有所欲啊 然后你能不能准备好一些 更正面积极的东西 在你做的挡不住的时候 塞进去告诉他说 我还会别的 好 大概 飞完了 十二个十二个 三十六个小时 我们在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候 把他讲完 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所以有很多东西 只是很抽象 在你自己写的东西当中 希望你自己再去找寻答案 最好的 最好的 没有更多 这么多 好 有些具体的疑问 还有 二十五分钟 没有 我可能不提个问题的是 尤其是我自己作为一个陪加手续学生 我觉得常常到一个困难就是 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写报告 也就是规号报告 因为我们接规案 不然是这样的 就是听起来 至少目前我们写规号报告的 不然是德式内容 甚至包括没有连接词啊 那种结果都是跟学一个学术论文是很不一样的 可是通常我们的论文是必须从 我们所做的案件去成长一些提供出来 所以 然后 看起来你原片已经完成了 那规号报告已经是有好像很完整 或是有整个东西 那 就把它发展成一个论文是我觉得 是有些麻烦的 我看过的规号报告不多 但是我看过的规号报告都不知道很不趣 就是说通很多官腔的原因 还有什么他为什么促进社区的什么 那事实上这个规号报告的过程当中 我当时觉得他的写作的局限 是在于这个规号报告反身定位的局限 这局限就是说我是替老板做事嘛 老板已经说了你就去做 然后你就在那下面做一做 也没有什么挑战的或质疑的疑地 你就是听老板的话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事实上对话报告所做出来 比较是官邀文章 比较没有一些个人可能 与周围的人产生某种对立 张力的这种方法 所以我想在这里提到这个对话报告 与学术报告的不同的话 可能是在这个认为上 而学术报告却是必须要跟周文 金勇的理论和研究保持某种关系 某种距离某种对立的状态 才能够呈现出来做得好 但是在那个规划报告里 就是老板将在手写完了 然后有很多官邀堂堂 都这样出去了 就完毕了 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 当然就会有定位的问题 换句话说写规划报告的人 通常比较不需要有批判的脑筋 只要有服从的和歌功颂德的特性 都会进行 那如果要写学术报告 而想在这个学术领域里面 make a name 要能够stand out 什么的话 那就是要采取一些解雇 一些写作的方式 来呈现出来 我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很知道 我在中间要摆出来 实际上抗争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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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写一个正证的词 但写到最后期 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对政策的词 我趁着你 但如果没有写的话 就是说在那个 one question one question one question 在我后面的词 他是不是有完整 那他怎么样做问题 欸 政策的批判 如果这个文章只写了政策的批判 还没有提出 我也会觉得说 好像没做完一次 这就好像说 我这个口试的时候 听你把你问题通通通通跳出来 然后说 哈 你看我多聪明 这个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而对于执行政策来讲也没有意义 我只是批判了你一场 也没有告诉你说 其实你可以做别种事 但那个被批判的人 批完了以后说 哎呀 那你要做你要怎么做呢 或者说 如果你给他有另外一条出入 或者说这个政策 其实不足 我们想象的这么差 他有他很深的一些含义 把他拉出来 把他那个资金的东西拉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效果 所以对于政策的批判 与其说一杆子通通打死 还不留在那个政策当中 去找他的资金可能性 他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 然后把他这个可能性扩散出来 或者让他的这个政策跟一些具体的本地的抗争东西串联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会让对方觉得说 哎 对哦 我的里面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成分 他比较有可能可以滑到你 你要的那种地址上去 这当然想的是很美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看写作的策略 有 第二个问题是你传单可不可以直接 传单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任何你从别人那里拿来的 就包括哪个人在电视上讲过一句话都可以 只是你要讲清楚是 几年几月几日什么人发的 什么人说的 什么人写的 这些资料要你写出来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想到 这些人要不要问一下 对不起 我刚才有教你学生一些超神经的 我个人觉得老师的存在不是为一般学生 是为了让学生不至于受到太多的批判 意思就是说要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只指出来你的盲点 而没有告诉你 就像刚才那个这一半一样 你只说出来他不对 而没有告诉他说 什么样东西是有可能的做法 他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就好像批判A面这样子 你只说A面化化化化 那什么意义呢 我在中文科技当中 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可用制裁 也没有扩展你的疆域啊 所以应该有一点正面性 就好像以后只是打击性招扰 不讲讲说正面怎么样增加自己的力量 打击性招扰打了半天以后 只是说保护我多一点 啊 这个效果的话 是没有什么在来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扩散你的基础 或大你的这个举重的力量 所以你要想的话 总是要在一个看起来保护的东西里面 去把它激进化 或者说用激进的东西来根本取代保护的东西 没问题啦 太好了 你是什么时候要来开医学籍的课 我跟老夏姐提出我生本以後 生命以後的話大概有三四五年 三四五年 加起來 加起來也十二年 有可能 就要看我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事情在做 然後有一些運動事情在推 我是在運動還要有理論的支撐 所以理論方面要有一些創作 對 傷害的話就會花理論的時間 然後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全新 或者我進大海的控制或開閉絕情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會把他錄影的 就像今天至少在一些抽象研究的理論 想學一些資言可用 你剛好知道理論的問題 就是說假如說 這個就是你做這個預算 整個在理論上是很清楚的 那這個在什麼上次很大 結果是那樣的事情 如果說你想做一個理論 對你來講確實是非常的重要 你覺得在臺灣這個文化 有那麼發展的空間 但是所可以引用的理論資源不夠 我正在假設當時的理論資源 是直接相關的理論資源 那麼就要靠我們剛剛講的 那種 elements 來建立 就是說很可能直接相關的理論不多 可是還有一些是可能被我用 可能被引用出來的理論資源 那這部分的話 你給他花多一點的心力去對他做權勢 以便顯示出來說 說時代的這個人的理論 對於這個畫面有非常深重的意義 那這裡面的話要靠你的很大的一個功夫 去創的儒家說的創造性的轉化 新人家 新儒家現在就在講中國文化的創造轉化 新人家 那我們就要創作 創造性的去轉化那個看起來 沒有什麼呢 怎麼關聯那個理論 做這種沒有理論基礎的研究 其實是真的會比較累一點 因為他沒有限制的對身推搭 可是你可以去找對身來搭 硬是把他從船目刷起來 這樣的話就把你跟某一個理論 那個對立的理想線拉起來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理論上的定點 你知道在這個空間裡面 想要決定一個位置的時候 他要有一些定點 可以做相關位置起來的 在理論上的部分也是這樣子 你們要在理論界裡面去找可用的東西 跟他發現某種關聯以後 以藉此來定點的位置 你知道這樣子這麼抽象的單位嗎 要靠那個聯繫的東西 你只要來 你還做節目 你只要說結束啊 加入組長啊 你就不用擔心啊 你再一個身材給點贊 對啊 這樣不是有問題的嗎 如果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就謝謝何老師 我非常非常抱歉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來幫你們 特別的貼心 因為我認為我最好的功能是在於 最無個人的寫作 對於我像一個改動文的 改動文的老師我所做的事情 事實上是 幫你think through your problems 然後你都跟我們寫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好亂喔 可是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好亂喔 然後去改 可是我要幫你去想說 以你現有的這一些雜七雜八的材料 我能夠把它塑出一個什麼樣的樣子來 然後我告訴你說 其實這條線很好 然後你再把你的這個積目 我統統丟回來重新來建造成這條線來 對我認為這方面的個別的配合是最重要的 那這方面你就只好去希望 所有人的老師去提供這樣的幫助 只有這樣具體的幫助 真正具體的論文來講 其實是比較切實的 我這種抽象的講講的話 只能給你一些大的idea在上面 挑途挑途的人 讓你覺得有一些小小的安全感 至少你聽過演講 知道一下顯得我們怎麼回事 安全感多一點 看具體運作的時候 還需要所有人的老師繼續 謝謝你們這麼有耐心 和我們講